今天很難得的邀請到郭樹邱老師來為我們講 從修舍考古來看地方旅行 然後這次的研究方法 一個比較新的研究方法 也可能回到一些不同的研究議題 那為什麼會在我們希望並不是限於 為什麼這個演講不是在人類學習辦 我也不認為我們的聽眾 應該是以考古的同學為主 他把他帶到外面 我們再到廁所來辦 這個是因為我們需要有不同的觀眾 可以接受到不同的人 介紹出來的觀念 為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題目 第二部分 他跟地方旅行社會有關 那我對郭老師的議題會有些認識 是因為去年底的時候 我們才來一個會 我是主持他是評論 他把這個 原住民傳統智慧與創作保護條理 的這個裡面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案子 他批評是從修舍考古他的經驗出發的 所以也讓我了解到 其實修舍考古所看到的東西 所整理出的新的資料 是可以讓我們重新看待原住民的歷史 那這個歷史就不必是馬上的說 因為我們是諾原住民的傳統智慧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標準化定位 而且說 他實際上是在一個積極發展中 舊舍的資料代表是非常新的 一個可能的 一個新的快速的 驚人的發展 那可能多數人還不知道 所以我就說把他帶到廁所來宣講一下 那我們可能感謝他 那郭老師 我想我就不多介紹 因為他在石獄所駐研究員 那我不知道 也許可以說 審某這個著作可能是用這種 發掘出來的東西 恐怕已經不止等不到幾棟樓的高度 等了 那他也是 他跟老婆移植 老婆這邊的調查的關係 他之前在跟台灣好些地方 做過一些苦茶的工作 屏東這邊也特別說 是順著公路做過一次 另外就是老婆這邊 他在是2010跟2011分別有多文章 調查報告跟文章 那我們今天在聽他講 我想以他這麼多年下來 他本期的心得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那我們歡迎他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因為他介紹都很噁心 那就隨便講 因為是廁所 待會 公集的話我可以躲到廁所 其實 就社考古也不是我提出來 或我開始也不是 其實大概十多年前 其實劉憲他們 劉憲他們 其實都不許有幾位老師 開始去處理 究竟舊社考古要怎麼建議 其實見仁見智 那當然比較狹義的 通常會限制 就是說我們去跟現在原住民 現在有很多族群的 原住民的舊社 我們回到舊社 然後去舊社 去做一些考古工作 那因為你回到舊社 那邊沒有人 除了那個阿飄 或是有的沒有以外 那動物 可是通常不會有人 在那裡 你問他也可以 那這個時候 通常地下的 有一些堆積 有一些線紙 或是那個 蝕榮的長期 或是裡面的一些 格局空間的配置 那些資料 就變成我們可以 進到過去的一個入口 那又可以 分現身的 比方說他現身的原住民 比如說丹大 丹大生 他可能就是某些不同的 我們可以追到 然後他們有經意說 這是我們的舊社 所以我們還可以接到 現在的一個 民族誌的理解 那民族誌的理解 然後回到那個舊社 那我們再去看舊社 下面地層 下面的一個對地狀況 我們還可以再往下 時間眾生還可以再往上 所以會往上延伸到更早 那這個東西就是 他可以提供另外一個資料 就是資料來源 可能當老徽啊 老人家已經搖到 已經搖不出東西了 那回到日治時期 有些資料還有可能 那現在你說 問老人家 老人家講的 有些是看書來的 不是 有時候訪談 反正最後 都發現 不知道是我們在跟他講 答案哪 還是他還跟我們講 有時候會有這個 民視就是 訪談已經 現在有些東西 其實 我想有些朋友 我大概會覺得說 訪談的資料就定 可信度到哪裡 英國五六十年後 也許有些反正的資料 還勉強可以用 我們到日治時期的 再來就是說 傳說 傳說這個東西 究竟可以配到多遠 這種不確定性 文獻資料 大家也知道 有些在寫的過程中 其實是有目的 寫的人 也有主觀的一個角度 所以他不會去寫日常生活 然後不會去寫廁所怎樣 可是你不小心挖下去的時候 有時候廁所就挖出來 好像之前 以前在史上挖的時候 挖挖挖挖挖 兩個村落去拆掉 那個阿伯 挖挖的時候 後來就 很臭 很臭的時候就開始 挖挖出一隻豬 一隻豬 那隻豬還沒爛 很臭都臭到所有人 都散到旁邊去 後來就開始說 這家是誰家的 你家的廁所 誰家的豬 這樣子 因為都是同一村 只能跟你當公民發授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會有一些記憶 這個東西會透過 小火發掘 你們會去揭露 你不預期的東西 這個不預期的東西 也許玩到 玩近幾次 或是前陣我們在彰化裡 那種火一直不彈挖一挖 把那主人的愛犬 是十多年死掉的一隻大狼群挖出來 我們在橡膠樹下 挖出來之後 不然是他大狼群就這樣子 不然每一顆牙齒 每根骨頭 我們也是剃很久 剃完之後 我們要關心一下 問那個主人說 你心情幹嗎 你怎麼 很苦 因為那隻狗死的時候 可能全家都流眼淚 其實忘得差不多 丟完 那這個東西是 考古不小心會面臨到的 考古會有個時段 你不小心會挖到幾千年而已 也不小心會挖到剛剛下去的 那個東西隨著他捕的程度 還有彼此的疊壓的狀況 我們可以去 還有就是說他本身的東西 跟外出的一些線索 我們可以去捕出一些先後關係 然後一些先後關係 跟他可能的先換土地 同一個土地的一個 不同眾生的故事 那當然也許不全面 可是總是有一些註師 可以告訴我一點事情 我比拆還稍微整卻一點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題目其實喔 其實李匡濟先之前也做了區塊 他更早來做 那我大概進到屏東區塊 我大概是2007年才開始進去 那時候做普查 然後後來這個大概是 2019年前後的話 針對這個老婆 有做了1.4絕工作分的調查 那這樣子 那其實也許 再如果有幾位朋友 那知道就是說 其實陳馬林老師也在這個區塊 他是在牡丹鄉 陳馬林老師 在牡丹鄉的高市村 他做了一些舊色 做了好幾年的一個舊色的研究 那其實就是說 可能我跟他的做法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陳馬林老師是非常重視一個 就是空間的一個分布 那這個當然這樣 不是我們要去忽略 這個一定是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說 大概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他是在遺址 或是說各個舊色之間的 這個同一個族群裡面的舊色之間去思考 可是大概對我來講 我放的可能更大 就是說 這塊土地從過去史前幾千年 一直到現在看到的這個舊色 所呈現出來 還有說這個舊色出了這些 比方說他出了一些櫻桃八卦 大家會講 櫻桃八卦出現在深山裡面 這是一件大事情 陳馬林老師的一個舊色 高市村的那個舊色 出現了 在他日常生活出現的 不是葡萄園 大家知道台灣族其實 過去他有傳世的葡萄園 我們在屏東中北陸山區看到的 都是滿地的葡萄園 可是在恆春半島山區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台灣 就有台灣族特色的這些舊色的遺址 他的年代也許可以追溯到 三四百年到五百年前 這些遺址 他裡面的主要日常生活的用品 是華南地區的一條大貫 而不是自己做的這些葡萄園 葡萄園其實是當地自己做的 這個對 那一個深山 一個山區裡面 他有辦法在三四百年去取得 這種貿易值 貿易的映桃大貫 來穩定作為 或者是常用品 這件事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大事情 就是說 他是一個深山 可是他怎麼能夠 我不做陶器 我有辦法以來外來的 外來的 外來的這種貿易的 好一條大貫 來做這種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有極大的能力 那就是說 這個只是說 我跟他做的一個當事是不太一樣 可是沒有誰對誰做的 因為都可以補充 原廠都可以補充 那我也有我的缺憾 那就是說 所有的老婆 等下講到老婆的 我還是因為會把他放給 整個渾身辦長 甚至更大的區塊去看 同一時期的一個共性 這大概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一個做法 可是他們就說 這要本身喔 日後隨著那個 有些東西還是需要再救 可是無論如何 所有東西 就是說 處理到這個事情 所有的東西就會變得很有趣 很有趣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樣 台灣四百年以前 是所謂的始前時代 大家現在我們知道 八線東大兩三萬年前 就有人住 這塊土地 已經有人住 那這塊土地 在四百年以前 始前時代 是沒有文獻 沒有文獻 所以十千世代 我們就可以斷 發揮一通 這個兩三千年怎樣怎樣 然後就可以發揮一通 可是進到十七世紀的話 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不要熱然遮存日子 我們可以看到 荷蘭的一些文獻 然後他們那時候 記載很多原住民的組織 不要在彰化裡面或怎樣 這組織他們目珠看到已經好多 而且是有相當的大情況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今天再去推的話 其實他不會在那個當下 才行程 就說不會是荷蘭進來的 那個當下才開始形成 並表示他已經有行程的深度 他行程的深度 跟時間的深度 跟他的一個 那這個時間真的不往前推 就會接到 史前時代的最末期 那史前時代 我們一路從 考古文化追下來 追到後面的時候 到四五百年 我們會提出好多考古文化 可是我們的困境在說 這些考古文化 進到十七世紀之後 可以跟文獻當中的 哪個主社去做對應 我們現在需要 就是說這十來年 他我覺得 在思考那個問題 比方說 在彰化我們看到 胡錦香 有個菜園腳椅子那邊 我們看到了 他有俯身杖 趴著埋 俯身杖 他年代剛好 其實跟馬之靈色的 馬之靈色的 那個時間空間是剛好疊 就是重疊 然後時間也重疊 所以當然很多東西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說 他一定就是沒有 可是變成可以換一種事 就是說今天 我們今天要去對話 那個時間至少要合理性 我不能拿現在的族群去對話 現在族群去對話 會有一個困境 就是說 比方說我舉 我這樣舉的例子就是 布農族跟周族 布農族跟周族 大家可以心情知道 比如說陳沒有藍心 最早 最早 是周族先到 我們不講史前文化 周族先到 布農族才到 這可以從文獻吹出來 口傳吹出來 那我們去做地表調查 也可以在地表檢查 很多周族的東西 確實周比較早 這樣的限量一直到高雄 高雄的老龍西南紫線系上 都有這樣的現象 那如果說今天這樣的一個 那個我們知道明明 這兩三百萬就看得到 族群在移動 族群在移動 那明明看得到族群在移動 那我們現在不能 要很小心就是說 我現在 現在誰 比方說唐老師住在這邊 我現在在他的 那個房子下面挖出一個什麼 這是你的祖先 這樣子的一個 唐老師危險 他可能會很欣喜 或是抓狂 可是我覺得說 這樣子的對話是非常危險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去追的話 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你要去追 時間跟空間可以在最吻合的 或是可以至少一部分重疊的情況下 我們去談 那要再去談的話 再一個一個慢慢往前推 比方說我解決了 這個馬之林社跟時間文化最晚期的關係之後 我就可以再就這個時間文化最晚階段 跟他找一個階段再慢慢去推 可是我不能一下去跟他五六千年的去對 同一個空間裡面 就算他這個脈絡裡面有這個五六千年的 我不能直接說他就是他的祖先 所以我不太會去說 台灣有五六千年的大幫助文化 他就是南島羽族的祖先 這句話我不會說 可是我沒有說他一定是錯 而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證據來去理解 不過現在考古的理解就是說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四五百年的 這些時間文化最末期 有很多地方我們大家可以知道 他其實跟17世紀看到的那些原住民組織 是有極大的關係 這個大概問題比較小 可是還有很多空間需要在 所以有人有興趣的趕快進來 就是說很多東西可以做 尤其山區像那些長屋子的那一位先生 那很多山上很多沒有人去的 所有很多的地方就需要人做 就需要人做 那我們這種已經老了 就是帶著自己一村 那今天大概說我的一個主要的一個 也不是什麼方法 我是講大概我自己在 我已經做二十幾年了 快五十歲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當然我的處理都是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處理都是就是 其實我自己還是會隨著資料彈 去修 可是無論如何我的資料 還是回到考古資料去彈 當然就是不追 可能有的會覺得 念沒什麼吃過沒什麼 對我來講那也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是因為 我們在思考這個時候 會有一個我們思考的一個 就是為什麼要去這樣做的一個理由 那只是說今天大概只是跟大家 以這個例子來談 因為童老師也很奸詐也沒有 告訴我很明確 那我就隨便丟了一個 他就這樣很深情的望著我 那大概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時間接點是有趣的 那老佛這個點喔 因為講半天我已經快要可以走了喔 進到重點 那這個老佛這個點其實 這個是陳寶寧老師的一個念 那他有 那我想也大概差不多了喔 那只是說回到老佛 老佛大概就是在滿洲鄉 可能有人不小心有去過 剛剛有的先生在拿照片給我看 問是不是很得意說 我說是了就是那 只是說這個老佛其實 大家如果不小心去看恆春縣誌的話 1894年 100多年前恆春縣誌已經提到老佛這個 這個點當時已經記錄了兩百多間 兩百多間就是只是說 他也提到就是說 那時候已經鄉民都搬去 道索第二行這邊剩下不多了喔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破壞 就說有一些是自然會倒下去 有一些是 他的石板很好玩 這石板都是沙岩 好像半島全部是沙岩去打字 不是像屏東中北部朱瑤星扮演 可是你老實講 你去救旺家那些來意向那裡 有一些也是砂岩 有一些也是砂岩 他不是全部都是砂岩 那不過恆春半島我們看到 主要都還是砂岩去打 砂岩去打這個那個石板 所以你們看到石板就很高興說 他一定砂岩了 你要冷靜一點 不一定的不是這樣 恆春半島不是 那只是說那個這個因為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就很聰明嘛 再利用你知道 這個很漂亮抱過來 不用那個小姐 那個戴口罩那個驗手 他就看著這個很喜歡 就去抱 抱過來放到這裡 他家裡裝飾的很漂亮 不過剛剛也有人知道就是說 你搬來搬去搬來搬去 不小心出車禍 不是因為你不小心就是那個東西 有人覺得有一些傳說 那這個當我比較玄的那一塊我不講 就是說那邊當地如果不小心你們去聽的話 會有一些這樣子的 那老婆這個遺址是很好玩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老婚啊 他第一來是娘是台灣 媽媽是阿蜜斯 反正就是兩個合體喔 不是合體就是結合生出來的小寶寶 那可是這個人已經七十幾歲 過去做過鄉展 做過大學教育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用怪手二三十年在這邊 就是為了刮那些貼仗品 這個是非常 所以這個遺址在他手裡是整個完全破壞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完全破壞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挖東西給他 因為是東西很少 是因為他的積了很多 不知道是因果來的 反正就是那個喔 那這個東西其實到2000年 剛剛有講就是說2000年左右 李花蒂仙也是我一個同事喔 那他在做這個 這個他才開始有一些比較調查工作 那陸陸續他有在做 那也有一些那個 那我開始進來大概就是2007的時候 不小心進來 不小心進來 進來的時候大概 那時候 也有來這個點做了一點調查 做了一點調查工作 那時候 然後對老婆的一個認知 覺得其實他是重要 具有他的重要性 所以才會衍生到2009年 要針對他的內涵跟範圍去做 去再做一進一步 然後看他要不要進行 做進一步的一個指定工作 是這樣的前提下 2009年去做個視覺跟調查 是這樣子來 可是做那個視覺調查之後 後來我就沒有建議他去指定 待會會跟大家講 就是說因為那個椅子已經被破壞帶進 所以後來沒有進一步去指定別的事情 那只是就是說 透過口榜或當地的一些那個 他其實破壞的很嚴重 而且他是用怪手 有意思去整個山頭摳 摳 然後他摳什麼 因為都是室內這樣的 大概知道排灣的那個 過去就是說其實都是室內 室內有的是原的 有的是邦的那個 室內這樣 然後室內這樣 有的蠻深的 對 拖下來那個整個 我看過那個幾十箱的那個 室內有的沒有 室內當 他那時候為什麼會曝光 是因為他想賣給四千塊 四千塊 他幾年前 他想賣給四千塊 後來這個整個事情 被文化局知道之後 那當然這個事情後來 就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 做了一點貪坑跟發掘的一個工作 那比較稅的我就再講 那當然也就是說 滿洲鄉的一個史前文化 我們可以看到有響明的 大概在距近兩三千年的這個文化 跟比較晚階段的 台灣文化的一個重設 那就是說其實一些朋友 可能比較會記得就是說 台灣族的一個起源傳說 發掘就是那個高雁那邊 這個起源傳說 是從北邊 往南或往東的一個 這是一般的理解 那可能就是說 後來我們在思考 如果說今天你把這個 恆春半島三四百年 四五百年的這個 舊社納進來思考的時候 其他年代跟那邊其實差不多 就是說這個 這個南側的這邊 就是恆春半島其實在南邊嘛 南端 南端這邊的屬於就是 就是具有台灣文化的這個 舊社的一些遺址的年代 跟我們現在在北側就是說 屏東中北側山區看到的 這些舊社的年代 基本上是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舊社來講 然後究竟誰早誰晚 還有個討論 那其實最關鍵就是 其實前幾年在那個 台東有個泰馬里 舊鄉南 有個李慧舊老師他們發掘出來 那個東西就是會變成 他裡面有一些舌紋 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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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舌紋還有一些 他其實裡面有一些重要的特徵 可以讓我們接到台灣文化的一些特色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那個東西的一個更早的 好物證據 是在台東的南側跟 其實在會山 我們的恆春會山也看得到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所以如果從考古之二來 放進來思考的時候 就是說傳說當中 從北邊往東玩 往南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會翻轉 會變成 東邊 南邊這邊是比較 比較早的 因為東邊是最早 然後東邊放過 中央山脈進到 屏東中北側 那有一部分是往南邊走 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思考 可是這個當然不是 今天沒有人帶兇器來的 那時候在講 都會寫這個被罵死了 今天不是在講這個沒事 所以說 這個是從狗物資料去看 然後放到一個年代去看 那其實我覺得 從那個一兩千年的那個 就像這樣的資料 有個很重要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蛇 生出來那個舌頭是會分岔的 舌頭會分岔 那舌頭會分岔 舌頭會分岔的這個東西很重要 舌頭分岔 所以他在表現的時候 舌 舌頭再生兩個小時 舌頭再生兩個頭 舌頭生兩個 然後他又出現了那個 刀柄的柱的刀柄 柱的柱作 就是青銅的刀柄的磨 那個磨出現在那裡 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時常確定有煉鐵做的 那台灣從五六千年開始 新石器時代一直持續到 兩千年前後到一千八前後 進入陸陸續續進入 那這個我們又看到同步的 出現的就是煉鐵的出現 跟在舌頭看到的一個小型青銅器的煉製技術的出現 煉製技術的這個出現 那當然煉製技術的這個出現還有刀柄鐵刀 就是台灣植物體那個常見的那個東西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這個是另外 就是說我們今天從高知要去推的話 他可能這些東西 他的一些東西能夠推到多遠嗎 這是一個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那個 這個是屏東地區紅點 紅點地區 紅點的就是以前過去了解的那個 那個遺址的點 要試著像目前沒有還沒找到 所以你找到這邊又可以把它補上去 我再想有一點 那翔鈴的一些那個 很快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老佛多夏城也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當翔鈴的這個大概就是 新石器時代晚期 2000初頭年的那個時期 兩三千年 那他有一些場景的施反觀 就是我們以這個區塊來講 他有個更早的那一層東西 有那一層東西存在 那只是說這兩三千年的東西出現在 我們滿洲鄉 那他要跟後來 隔了也好 中間一個時間的空白 後來出現的這四五百年的 這個之間有什麼關係 這個比較像台灣的 舊舍之間的有什麼關係 其實還有很多要領錢 不能說他直接後來 因為中間還是有一個很大的時間空白 只是說這塊土地 其實在兩三千年已經有領住 那如果說你到鵝蘭比肯定的話 那邊三四千年四千出頭年 已經有人住在那 那更早五千出頭年的時候 已經有先討文化人住在那 所以這個土地就是說 他在不同時間點有人來住 而且時間都不晚 可是說在同一個土地上面 先後的關係的話 我們不太能夠說 因為前面是這樣子後面就是這樣 因為中間有一個時間的一個空白 當然是這樣 那這個主要的點是在這裡 就是以講靈文化來講 可能比較不容易看 不容易看就跳過去 再來就是說排灣 這個是我那時候叫排灣文化 那個後來這個也是被罵死的 那這沒關係 反正已經被罵完了 就是說在那個 就是說有一些排灣的一些特 當然逢聚落 有的是從他聚落的格局 跟北排灣的一些住居的格局 有一些類似性 可是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最主要就是說他室內障的這一塊 他室內障的這一塊 那當我們這老婆其實找到第一件 就是那個刀柄 人頭的刀柄的那一件 這是第一件在恆春半島見到 之前學者的理解都是覺得 不會超過獅子巷 反正南邊都沒有 只有屏東中北部 才會有這種青龍刀 青龍刀的內 可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今天我們在談的老婆裡面 其實他在賠償筆裡面出現 那那個跟我們所理解到的 台灣的那個青龍刀柄的製作 形式是很像的 這個對我想是有意義的 就是說就材料的一個思考來講 那當然就是說一些比較瑣碎的 那這邊還有就是說 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很難念的這個 這個S開頭的這個 這個就是陳馬寧老師他們做了很多年的一個 那他也把整個居多的一個分布 其實他們都就是整個都處理出來 那只是就是說 在看陳馬寧老師的報告 其實我發現其實他有個關鍵的東西 可能有一點 就是說看法不太一樣的就是說 他其實出現了那幾件平底的印桃八官的年代 他問了一個人 那個人告訴他的年代其實有點偏往 就是說現在這個年代 在台灣的其他儀式也見 甚至在陳傳裡面 在日本長期也見到這一對 他的年代其實可以找到十六、十七世紀 剛剛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印桃大冠出現在舊社 那大家如果不小心去到 其實他大概會很山區裡面 很山區裡面 他可以用這種貿易的 華南的貿易的印桃大冠去做他的日常用品 他年代可以找到十六、十七世紀 究竟大概三、四百年 喔這樣的 那後來我們又陸續調查 其實在滿洲鄉也 滿洲鄉亞、武丹鄉亞 好幾個舊社也都找到類似的波變 在老婆我發覺我們也找到類似的波變 所以大概可以就是說 用這種欺負的相對年代 還有就是說在南仁山那邊其實也有 也有 算是仁武做得不是那麼精準 不過就是他做出來的年代 大概是三、四百、四百年 這樣子的一個理解 那我們是藉這個方法去反推 就是說在恆生半島山區的這些舊社 有著類似的這種石板屋的一些格局 然後有著室內障 有著類似的這種印桃的一些器物 那其實在老婆我們還找到另外一個青花池碗 這青花池碗其實在台灣圖裡面 有好多的飲食廚 那個年代是更比較沒有問題 那大概年代都告訴我們 其實大概三、四百年代 我想問題是不大的 然後大概就是說 透過這些考古資料 我們大概從 就是說這些舊社之間的關聯 大概可以抓在一起 就是說他不會是單獨個別的 他如果單獨一個一個去看的話 其實他的狀況性大概出不來 可是當你整個去看的時候 有不然我在山區裡面 山區裡面竟然這麼多 我同時期的一直用的都是類似的貿易 貿易的 就是說華南的這種貿易的印桃大販 或是屍器 那他究竟用什麼去教育 我可以不用自己做這一點 然後他用什麼教育 還有他裡面賠償品非常多桃環 童環 童環 童鈴鐺非常多 他們是為了那個 那老貨就是為了那個去挖 挖好多出來 所以那麼多的那個 那個不會是他們自己做 因為已經非常的專業 就是那個製作是已經 不像自己做就是很一致嘛 就是好像那個叫做什麼生業化什麼 反正就是那樣的東西 量是多的 所以他怎麼樣的去取得 他用什麼去交易 那如果說再去配上就是說 這層日志的一些相關記載 還有就是說當時這邊這條路也是 他們要去東部財經 要經過的道路這些 就從北邊跟南邊 南邊就會要經過我滿洲這邊 只有滿洲也是很臭力 因為我走路也很寬 因為是重土嘛 路還蠻寬的 到現在晚近一百多年的 恆春貝南古道還是走這一段 那當然就是說他其實在不同的時間脈絡裡面 他有他的一個 那也許就是三四百年的這個又可以跟文獻 文獻資料又可以跟一些器物 一些就是這個遺址的貢獻 可以有一些東西跑出來 可是也許答案還沒有出來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滿有意思的跑出來 跑出來就是說你可以去想說 欸那個時候在山上 我連山上我都可以用到這個是柏來瓶 對我用的是柏來瓶 而且我還帶童魚丸 你知道我賠償還賠償童魚丸 我很厲害吧 可是問題就是說你憑什麼 你當時憑藉的是什麼樣的那個 那如果這樣你想到 其實我相信他們生活應該過得 還有一定的水平不會是太糟糕的 像時常挖三百多巨城堡 每一個都都有錢 有錢到不行 你挖別的地方窮到不行 連挖個大人 好不容易再挖到一個橋柱子 使他們我旁邊一大堆 塞一塞一大堆 每一個連小寶寶都會扭錢 所以那當他煉鐵 那可以取得很多外面來的 那當這個東西如果整個 把他連錢一起想的話 可能有些東西會跑出來 也許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會有不同的東西會 也許看得到透過空間 單椅子在空間脈窩裡面的 同時性的一個比較遠的 也許有些東西會出得來 那當那時候這個 有大概的一個分布了 那這個是恆順半島 一個舊社的一個分布的狀況 那我們的老婆在這裡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有人不小心去了 恆順半島古道從這邊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阿朗伊是錯的 有聽過阿朗伊古道嗎 有人知道他是悟稱嗎 還是現在還是覺得這個名字是對的有沒有 他是 他這個 我這個 通常說我就亂插話 就是說 這個 插你自己的話而已 對啦 我插我自己的 就是說恆順半島古道 他是 他就是從這個 恆順半島門一路 大概就是走這一段 從這邊出去 那這邊出去之後 就一路往北沿海五島 那他中間會經過 我們現在在叫的阿朗伊古道 這個阿朗伊古道 後來我才確認 他是肯管處 解說客在辦活動的時候的誤程 他們叫錯了 他們叫錯了 然後阿朗伊其實是安塑那邊的 我想在座可能幾位知道 就是說阿朗伊其實是東西像阿朗伊阿朗 是其實養岸區間的東西像的 東西像會跨過中央山脈 他不是南北像 然後這個古道裡面 也沒有安塑在裡面 就暗而易也沒有安塑在裡面 其實已經有原住民抗議過了 沒有被聽到 那這段古道不叫暗路古道 他其實是恆順半島古道的一段 那我相信他在更早的時間已經被用 所以這個恆順半島古道只是修徒既有道路 他並不是那時候才行程 所以他還會有更早的一個時間 一個那個 那只是說回到我們這個 老佛或相關的一些研究 大概個案這程式裡面 其實也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的資料 比方說基因的一些相關資料 那這些東西 在不同的一個序述裡面都有 那這個如果念下去的話 大概我待會就可以走了 可是我重點是考古嘛 所以我就很快跳過去 那那個時候比方說1648年其實已經提到老佛社 他們的一些關係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也許可以再去爬樹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可以再去做對話 他再去做對話的時候 現在其實有一些做法就是說 再做對話 然後再就關鍵的就是一直講 社可以的話去做一些發掘 這個人好眼熟呢 你是那個什麼安的那個嗎 然後就是說那個那個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去到舊社去用考古方式 去再去領他下面的灰燼 有些東西會跑出來 有些東西會跑出來 他會跑出來可是就是說不帶走 因為你每次我會問 你如果原住民朋友 你問他說 那你這舊社多早 沒有人知道 他只會記得他什麼時候簽起來 那你再問他的時候 所有人就你看我我看 你知道不知道多早 那可是你去那邊 所以有時候不小心會撿到 撿到什麼 十千十代 不小心會撿到清代中網頁的青蛙池 那個都福建那一代 在日治時期 你看到不同脈絡 所以舊社裡面不是說去的話 你只會看到一個是 有時候會有不同時期的一個深度的東西 那這個不同時期的深度的東西的時候 尤其之後需要透過探坑的疊壓 再去理這些東西 可是他不會去到那邊 就只有一個答案 只有一個可能性 不會 比方說舊好茶 你不小心上去的時候 你看到的人 我會看到的是 或是你去到大社那三個舊社的時候 你去看到還會看到更早 北約文化的每個 大概兩千年前後的那一層東西 是普遍存在平東山區 那個東西跟後來的這個舊社 我們講的四五百年這些舊社之間的管理 其實還有很多環節要比請 所以大家有興趣請可以做 因為很多東西不是只有排完 很多地方都會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他整首又不足 嚴重不足 然後我們這些老外又老了 差不多該死了 大概就是說大概是這樣子 那一些相關的資料喔 這個都跳過七十二天 看到有關老婆的一些記載 其實在熱燃在餐自治裡面 其實已經有一些 那他們其實也跟當時的荷蘭政府 其實有一些互動 有一些互動 那他們在那個時候 他們怎麼樣去跟外面的這種 比如說像荷蘭這種外來 或者說中國人還有中國人在 或是中國人在裡面扛高 扛高的難題 就是他在那邊 喔 翻譯啊有的沒有 那就是 因為荷蘭不會直接講原住民話 那中國人很賊 欸這個賣過共人 沒有人的那個喔 反正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 我們有在那個 車城還是恆春的沒有找到那個親子 所以他年代也許還沒更早 就中國人進入這個 恆春半島年代其實 搞不好可以配到四十五世紀 有的 那那只是說當然這一群人 就是說不同的 這也是不同族群而已 也就是說誰在那邊翻譯 他這個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物的遺留 那物的遺留後面其實就是說 欸這個東西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我們是從這裡思考一起 就是說這樣的地方出現這樣東西合理 那這樣東西在別的地方又出來 這什麼這是什麼這一代的 宜蘭也出 然後台南秉原也出 你到山區也出 你真的是兩廣門 什麼都出的 什麼地方都有 那莎西霸尼幾美之類 三四百年的這個時代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 也許比我們想像的那時候的互動 還要熱絡 因為那時候舊社還有人 我們現在去到舊社已經沒有人出了那個 沒人 那你現在 你去那邊沒有 沒有 可是那時候是有人出在那邊 這個部分 也許我們需要換另外不同的一個思考去思考這些東西 就是說他不會現在去看是空的 過去就是空的 過去其實曾經有過 那那只是說他究竟年代未來還是需要細緻的考古學去做 做一些年代成為跌壓的一些證據 所以考古發育之後勢必得去突破 得去突破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你要去挖他家對不對 抓工 或是你要地主同意主很難對不對 然後就開會開不完 可是就是說如果大家可以有 比方說這位先生看起來說 沒關係我是原住民你去挖我家對不對 然後大家講好 我們一起做研究對不對 你不要握拳頭 可是到時候去做研究 就要去釐清對不對 把這個過去去釐清 這種東西就是回到研究的程式 不是要去 其實我們也不是做壞事的人 就是說去把過去去一起去處理 不是說學者來做你就比較厲害 其實就是一起去 那就不是說你一定要念這個科系你才會辦法 我一直不覺得是你一定要讀這個 你一定要念到什麼什麼你才能怎樣 因為很多人是覺得說你又不是學這一科的 活躍的事情 因為這種東西說伯伯無聲 症無聲沒有什麼 就是說其實很簡單 可是並不是說所有人都可以去過 而是大家可以透過合作 透過大家互相尊重一起合作去釐清一個過去 因為我們在裡面只是拜年一個這樣的一個角色去 試著去一起去把過去把它做一個 可能的看疑到什麼程度 以後別人會接著做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還沒有講到重點 這都是廢話 那大概就說你看七世紀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的著色已經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是文獻上的一個 著色的一個理解 那當然清代還有一些相關的 那清代的一些文獻 如果遇到清代的文獻的話 就有一個比較好玩的 就是清代文獻 那甚至提到老婆是阿密斯 又提到她是阿美 那其實我們就會覺得好玩 就說你看清代他的文獻 他有記載說老婆是阿密 可是清代的老婆 究竟是不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老人 他就說因為我們現在去看到這個老婆 我們從考古資料去看的話 大概可以確定他應該跟台灣比較有關係 那清代這一筆記載是阿密斯的這一個人 就是大概是都在老婆這個區塊 可是究竟在哪裡 就是其實你會看到文獻 因為其實他的一個比較在談族群的時候 他的族群跟我們從考古資料所移出來的 可能的族群的身分其實是國相很快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就可以再去思考另外一個 就是說剛剛講的其實這種東西 人群是會移動的 人群是會移動 就像你家你看你長這麼大 你家翻過幾次 你家翻來翻去翻來翻去 有的很淒涼翻了五六次的移動 有的更慘的是一次都沒有翻過的移動 這位小姐 他就說這些東西人的移動是常見 那只是說我們今天去那個時候 可能我們還是要去看我們今天面對的 要去處理這個年代的深度可能都在哪裡 那讓欺負判斷成為 大概是我們主要的一個依靠 他當然就說那你們是欺負是怎樣 不過總是這個 你比方說那位先生他的年代做出來一個年代 然後他長的那個樣子的東西 我這邊沒有年代 可是我出現跟他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這樣叫我參考一下 他已經哭了沒關係 我就是不要讓你參考 我差點有理由 我就贏你的 我的年代他是三四百年紀 我參考一下 那我這邊可能也是三四百 就是會從比方說我的房子也跟他很像啊 我的東西又跟你長得很像啊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相對年代去參考他的 雖然我沒有做出漂亮的年代 董老師那邊也有漂亮的年代 他又長得很漂亮 那可是他就是不要讓我用啊 不要讓我不管他 他發表文書我就給他贏 對不對 那也沒辦法 到底他確實 大概就是這樣 那會看到文獻 那只是說我們今天從文獻跟考五之後 要怎麼去對應 怎麼去對應 那這個東西其實有一些東西 還有很多問題要去面對 那只是說我們今天假設可以找到 青代的這個年代的 青蛙池或是一些器物 也許有一些東西還可以蓋他 所以有些東西 比方說到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等後 你還是會挖出日治時期 不要在植物園 你還是會看到植物的那個說明板 你還是不小心會挖到 或是留些他們挖出做黑瓦窯的 我們在植物園一直挖到 三個達摩窯的那個東西 那當然就是你挖到了 你從他扮出的東西 大概可以去推 這個我想他的一個可驗證性 是比較強的 那這樣東西就是說你在 就是同樣往下發掘 這個不同時間 你可以透過這個器物 他的一些 比方怎麼排列 空間的一些配置 你可以去了解說 我現在這塊土地有多少個不同的過去 那這個多少個不同的過去跟其他地區的環境 所以大概很難我只思考一個移植 我只在這個區塊 我一輩子只做一個移植 當然也可以 可是無論如何 你還是要把那個移植 放在大格的脈絡去思考 你可以專注做 可是你不能不把他放在一個大的脈絡思考 要不然他的特殊性出不來 你會看不到他跟別人的不同跟同的地方 那不同跟同都有他的一個重要性 那這個大概只是就是說 這些年代做的一個主要的一個 也沒有什麼的那個 那當這邊 什麼意思的 那我一定要趕快是因為 我都還沒有講到重點的 都是廢話 那這邊其實就是說 大家知道這個 其實如果真的有朋友有興趣 因為這個區塊其實可以說 他的族群非常複雜 非常的複雜 所以究竟他是怎樣 那是從考古這邊 我們蘿莉巴說說 其實有存在台灣的 那當我們講出來之前 其實還有很多中縮紛移 那只是就是說很多東西就是說 你進去吃 你用不同文藝再去 大家來對話 其實有些東西會慢慢的清楚 也會引出一些 輪去的一些問題的再思考 那這邊的族群是非常複雜 那當然還有這個 那這個比較碎的 我就讓他跳過去 再講下去之後 這個是很像他每個 譬如說的一個狀況 像他老婆這邊也有 這些 這個事太小了對不對 做圖人不應該 這個是簡心他做的不好 那我引的也不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他的一個 當時的一個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存群 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至少有一段時間 是共存的這樣子 那只是說 所以他在這邊比考古 做考古 應該很好玩 大概難度也有一些 那只是說我們可以從 可以確認的去反推 慢慢的去 就是說從不確認的 你大概心情就很低落 由於症狀給他起來 整個就沒有辦法 就跳下去 那你可以從 也要能夠確認 那當排外要去缺認 然後室內障 跟他的那 大概是比較容易入手 可是實質上 我們在那邊也看到 另外一個障子 另外一個埋葬的方式 那個最近 在做那個 恆森伴障古道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他也許是另外一個主群人 因為我之前在做的時候 我把他當作是那 後來我發現 也許他是另外一個主群 然後待會兒再跟他在談 那當然就說 2009年那時候 其實 因為要去理清這個 已死的狀況 保存狀況 一沒離 沒事 離下去 心情低落 那低落 當然也就這樣子 也就算了 那我們要進去 挖那個老婆來 跟我們講 挖到人骨 一句要給他10萬塊 因為那個老佛寺是要蓋的 然後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要經過老佛寺 他說路是他開的 那我們要經過他的寺的前面 到後面爬上去 你知道 所以你進去 你沒辦法 你一定要經過他那邊 爬上去 這個 沒有他的眼目嗎 就是說這個東西 他就是開起來 然後他才還很好玩 就是說 他就是帶著一個那個 那個昂儀 就是說那個 通靈的女生 如果老一點 應該是歐巴桑 後來才發現那個是他倒點的 倒點的 大家不知道就好 就是 聽不懂 就挖到去 帶我們去 然後就說 走走走走 然後就說這邊 這邊 這裡 挖下去一定有 一定有人骨 這樣 當我們也不是聽他講的說 挖下去一定有 他帶在那邊洗洗臉 他說 挖到 這個就是跪誰的 跪誰的 是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要跟他們去 你要先面對他們 你才會辦法開始 所以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些事情 後來就是這樣 這樣這樣 結果不知道要去 全部都亂了 結果他派人每天在那邊監視我們 監視我們 說靠我們有沒有不乖 結果那個人又料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又把他的事情 全部又告訴我們 他那個好朋友 又在那邊講他壞話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好朋友 反正就是 他就又花五百塊來 叫他監視我們 然後那個好朋友 又告訴我們一些 他看不我的妹妹這樣 然後我就在那邊聽了 聽了這樣子聽 那這樣子 應該不會被懲罰吧 那就是有一些 喔就是這個老婆 是他如果不講興趣 那其實這邊有個塔 那邊有個塔 這個塔其實就是因為他幾十年 二三十年前 他就開始用怪手挖 因為他要 後來我們知道他就是要賠償給他 他挖 所以他挖的時候人骨非常多 因為他有一個室內帳 買很多人嘛 所以很多大概有兩三百 就他上面 背上面寫的大概有兩三百巨 不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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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不平安 所以他去蓋這個 那剛剛蓋的 上面又寫的很聰動的字眼 那後來蓋了這個之後 又不平安 又覺得不夠平安 後來老婆室是這樣蓋 是這樣子 那當然他不會講 那是後來我們 就盼聽出來 大概是這樣 我不會出去被揍啊 那大概是這樣子 反正我沒有說 那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因為從那邊爬上來 爬上去 經過他這邊才能到後面去 所以我們受到威脅 那好不容易今天可以從國下來 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的發掘地點 這一間就是他的老婆室 大概是這樣子 還是看不太清楚 然後就跳過去 那這個是我們發掘地點 那其實我們在下面做調查 也在這邊有找到導播二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周邊調查 這邊後來發現下面周邊有一些調查 和資料的埋葬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考古資料我覺得還可以再做 不過就是說 你們要去碰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是 稍微黏黏的 黏黏的 比較重量一下 不要說我們有心無心 聽不懂台語的人 沒有 你有意見嗎 應該有人聽不懂 有人聽不懂 聽不懂台語的人 聽不懂台語的人 你們都不想理我 沒關係 就是說他的埋葬方式是不同的 不同的 然後可是就是說 你今天要去碰這些東西 不管怎樣 其實我們尊重他是一個先來的 阿極就要打一路進 那當然有的覺得不用也沒關係 不過這邊出事了很多 我們現在不小心還活著 因為今天講話就出事 那就找光老師 應該還好啦 就不小心挖了 挖了一頂坑 他挖了一頂坑 跟做了很細的調查 我們大概確認 他整個山是整個掛掉 整個掛掉 就被他整個 全面用怪手 他是這樣子去北 整個爬掉 然後爬掉之後 我們又在他那個老博士下方 看到好幾堆的 就是那個沙銀板 裡面堆成的小山 那都是他爬下來 那也許你們現在去看 還會看得到 那當然裡面還是有一點蛛絲馬跡 就是我們還是有看到一些 比方說鐵片 鐵片我懷疑是鐵鍋的特別 那有一點東西 只是就是說那個結構 我們本來想說如果可以找到結構 就是防機也好 或是說可以找到室內張 就是找到室內張 那時候我的沒去十萬元 我到時候在看怎樣給他耗 都沒有辦法 就是連那個都找不到 因為那個都被他 那是他的重點 所以他找到那個他摳出來 他就是要這個東西 這個是有買家的 有買家 那有人就喜歡這樣子 就是重點是後面的摳摳這樣子 那也不是都擺著因為很重 不過那個 那個裙子還蠻多的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當然有一些還有一些 一點排列的狀況嘛 可是就是說我們原先期待的 有室內張或是進一步的那個 不像說周邊像士林格山 或是像一些舊事 或是藍人山看到那麼的保存狀況 還還可以的 那個其實在這邊是看不到 這個是比較比較悲 後來到後來我沒有建議此病的 主要原因是這樣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相對的 剛剛這個有給大家看好了 那這些資料 那這個就是他做的那個碑 就是那個老輝他 他不是碑爬了很多嗎 爬了很多之後得到很多 很多之後 偉平安 偉平安就是 他就在那邊寫 這是他那個碑上面寫的 有位先生有去過 可能他有看到這些字 就是說數百年前 舌關怎麼怎麼多少 三百六十尊 然後就怎樣怎樣 這個他潘賢友 就是這個位先生 他自己把他名字刻上去 其實他就是 就是那個 他學歷很高 他吃過鄉長 然後他破壞非常多東西 然後我七十幾歲 年過二十四年吃 我把他底都掀出來 大概是這樣 然後後來他兒子 鄉長沒選上 整天要跑路 跑到老羅斯去躲 他本來是在蠻洲街上 就是那個海角七號還是八號 那個在那邊 就是內袋 他們就住在那個 樹圓丸的旁邊 那就是後來跑到那裡去 是因為沒選上 可能錢就嚴重了 所以人間跑路這樣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只是說這些東西 你這個碑還很壯觀 就是他碑都會用石板砌成的 你如果用木柱子去去看 那碑都是那種石板 烏的石板拿下來用水泥再砌成 看的時候才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裡面還放了好幾個底石 石鏽放在那個裡面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件他不年的食物 他號稱說他看到的就是長這樣 那是他講的 那當然就是說 後來我們也就是透過這種 就是說資料其實不多 後來也去追 那李彤雄老師那邊 他就是說他那邊有認識一個人 之前有來那邊 不好意思這邊 然後有拿了一些標本 不然我們也設法去拜託他 那我們拍個場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是大概的一個 那只是說大概可以確認就是說 他裡面大概都是室內障 室內障的一個這樣的狀況 只是說我們這次其實沒有真正確認到 那我現在大概只能就是說 室內障的這個東西 跟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器物 然後跟周邊的有類似的器物 像這些印銅的東西 然後再去看其他周邊的一個 那他其實有圓形石棺 圓形的 就是其實圓形就是蓋板之圓的 下面真的要弄成圓的大概也很難 就是蓋板之圓的 這邊有蓋板之圓的跟蓋板之方的兩種 那其實這個可以到一直到19世紀 其實這樣的狀況都還見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大概的位置 這個蓝頭草 這個是訪談資料 這我沒有親眼確認到 那這些東西 那當然就說方形石棺的一些說法 後來我們其實有做了一些訪談 當然就說他有提到說當時 地上就可以撿到至少幾間怎樣怎樣 這樣子的資料 也有這樣的一個 那其實最早就是他兒子 潘昆明的名字給他記下來 潘顯龍的二字 所以這兩個名字記下來 沒選上 然後他就養養 這樣子 就像是要投的時候還是不要投給他 因為不小心去那邊住 然後他們就是養養 後來發現有東西後來就開始悲 那人當然就說有時候就是喜歡 錢多 越多也好嘛 有時候不小心會喜歡 不小心喜歡的時候就會開始挖 挖挖挖到很多的時候 他們其實家人就陸續生病 可是他那個老婆一直不覺得他家裡出事 他一直覺得他很順利這樣子 那只是說別人在講到說其實家裡都出事情 然後後來他蓋紀念碑 這是我們訪談理解到的 那又不行又才又蓋老婆子 這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這我是抄這一段的 那大概就是說是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他其實過去兩百多間的食物陸陸續續 有的是被拿走 這個是有意識的去用怪手牌 這件事情其實老實講是滿悲哀的一件事 就是說 而且是他 他去他就說這是我 他是原住民 對 可是我沒有說原住民不好 而是說他以原住民的名義 這是我的祖先的東西 而實質上他在做的行為其實並不是去光耀祖先 而是他種植物在哪裡 所以這樣的一個行為 就是把整個醫師整個 弄到破壞殆盡的一個狀態 這件事情是一個 一個比較 大概這個做完之後大概說 後來也沒有再去希望他能夠 操作一個子變的一個遺址的一個身分 因為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就說過去的這個 這個東西 那只是說這些東西 有說在那邊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又去做了一些周邊的 那過去其實也做了一點 就是從李光作先生 其實在南南山的一些相關 比方說石關是方形 其實是蓋子是方形 蓋子是方形 那其實在設點 設點也看到有方形很原型的這樣 所以周邊的一個 就是說從老佛這個點 我們現在資料其實分不多 可是其實還有一點點株式麻糬 可以讓他 讓我們去跟其他的去做一點對話 所以我們再去看這個區塊裡面 南州跟五三鄉這些區塊的一個 等於時期的舊色 那這個同時也是因為我們從器物去對 就是同樣的印桃 那邊我們其實後來發現是有一些 那過去其實學者比較沒有去注意到說有這個東西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是有 其實有就是說 你幾千年你會發現最多滿地都是 都是人自己做出來的 到什麼時候至少到三十百年之後 他可以轉換是變成貿易進來的東西 變成是常用的 這個事情在這塊土地 這個山區裡面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現象 那當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碑啦 那這個下面就一塊一塊都是石板 常用石板 那你們用木柱看這個就是老博士 黃黃的這一個 就是從杯看過去這樣 然後這一堆就是他整個摳下來的石板杯 整個摳下來的石板杯大概是這樣 你們還可以有空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 然後看到那老輝啊 看你一次要拿石頭砸他 一直跟他打他 所以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他做的 這邊還有放好幾個底石 石舊這樣子 有一些就是他搬下來 這個就是他復原的 他用他 這是我問他 他說他根據他看到的食物的大小去復原 就是說他背掉耶 爬掉的那些他去復原 那所有的接力 所有的都是石板 是盤烏的石板去砌 砌成這個肥的那個 是這樣子很壯觀 然後入口進去石板 這個是我根據他那個去畫出來的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我們的木柱去確認 所以這個是防彈資料 所以他可信度你們是可以質疑的 那大概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他只是說當然這是過去的一些 他只是說這次其實也不是完全都是零 就是說還有一些器物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器物的一個 這是過去在這個椅子抬高的 那這個就是櫻桃 這是櫻桃 很近人 那這個是比較早一點的時間套用 最近可能是那個輔助行器的產線 所以說這邊大概有兩個階段 可能有一個是大概兩千年前後的階段 他在那邊睡著 然後有一個就是三十板 你可以睡眠的東西 可是我聲音太溫柔了 那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science板 那science板 因為我們沒辦法看到房子嘛 所以我們就是那些石頭堆裡面 就是去看有哪幾種形狀的 大概去把science板幾間幾種 去做了一點測繪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他做了一些那個 那這個比較碎我就不要再講了 就這樣子看就更清楚 就是這是他的 他這邊其實後面還有一堆 那這個就是他全部都是石板七層 這是石板 那這個也是一大堆都在這裡 那你站在上面要小心 搞不好會有那個長長的爬出來 那個就躲在裡面 那可是就是大概是這樣 這個大概就是他的杰作 然後他幾個卡車幾個台 說不要再度過 有一些是氣勢在這 全部是對在一起 是算浩劫 那當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你如果跑上去看 這個全部都是殺眼 人打字成病形狀 所以你上面還可以到 那打字工整的痕跡 他有一些是殘斷有一些還可以 那我們大概就有去做一些涼的 就是看到他幾個 因為沒辦法一塊一塊的翻 因為大概沒有辦法 所以就大概抓了幾種 錯了一下側會這樣 那可是他的脈絡 這是在另外一面後面這邊 這樣的東西 全部都是這樣 那這個當然大家用不注意看 就知道他不是原來石板 我們絕對不會長這樣 所以有人說 哇唷 鎖這塊竹 不是這樣 這是弄過 然後這個就是他動過的 整個倒在這裡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像 這邊就可以看到打字的痕跡 有沒有 那跟 其實在那邊 當地也有這樣的石材 就是說他有那個 研盤也是這樣的石材 那這樣的石材 那就是說 就是會牽涉到另外一個 比較考古 考古文或比較喜歡問的 就是說這些石材 他是在當地打的 然後石材也是當地打 當地用還是怎麼樣來 那只是說 我們大概知道當地有這樣的石材 所以他如果在當地要取得 似乎也一害可以 可是我沒有看到製作的那個 打字的那個 銀杏是沒有看到 那這個都是很 就是看的都是散亂 散亂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是我們大概把他的一個 打字的那個 就去做一點車灰 那這個就是 比方你可以看到一些 漏倒的一些研盤 沙岩的研盤 粗漏這樣 只是說上面沒有打著的痕跡 是沒有 那這個是其實是 李方季先他是在另外一個 李德村 李德村的那個西齋口這邊 他們那時候是剛好在西旁邊 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打 還沒有打完 那可是就是說可以看到他其實是 有點沿著直線那樣子順著打下來 打一打 然後他騙解 有點要騙解 雖然他不像板爺那麼容易騙 可是他人家打一裂他還不騙 也很輕鬆 我就打成羽毛了 你還不打他 對 碰到就是這樣把他騙解 不然他一整塊有爆我也很累 所以他這樣打著我要的算數嗎 那這個是剛好打在這邊沒有帶走 所以這個是中間的東西 就是 那所以有的是在這樣的一個 比較像西建的一個內 可是是不是都在西建也不見了 我在華為也許有一些是在山上 有可能只是我們沒有證據 只是說應該要講說 這類的石材在這個山區 其實也要找 是有的 在地的是找得到 那他究竟怎麼進來 其實這個可以再去做一點思考 那當然另外也有一些 小型的摩子石器的出土 像這樣子的 那很像我們像摩子的小 所以是那個小底石或怎樣 這樣的東西 那究竟是要幹嘛用 也不知道 有這樣的東西 他就是磨得很依慮 很光滑這樣子 可是又不像底石的那樣子的 他只是磨完之後 他自己磨自石器完之後 他其實沒有像說底石這樣 一直去磨人家的那種手套 他不像 所以又不太像是我們過去 在史前世代會看到的那種 小型的底石去磨人家 他有點像是自己被磨好之後 不知道要做什麼用的 我不知道這樣講清不清 可是他自己被磨成一個磨自石器 磨成一個磨自石器之後 沒有明顯的使用很明顯 沒有明顯 所以又跟我 雖然形狀有點像那種小型的底石 可是實質上沒有我們小型底石 常常會看到的他 因為常常去被人家磨的那種手套 很明顯 是沒有看到 那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再去朝那個老徽 老徽要再逛在那個 你看都金色 就是整個銀光像像 但是給它塗油 這個塗油的東西 跟我們話說的東西其實長得很像 只是我們都沒有塗油 我們都沒有塗油 不代表我們輸他 我們是天然的 那他就塗得亮晶晶那樣子 那時候是關係良好 跟他拜託了很久 然後我進去拍 那進去拍的時候就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得起說光滑 這個可能都有磨過 究竟做什麼用 然後也有這樣手腕很多 還有這樣子的頭腕 都是同做的 那也有這些被盒 穿同的 那這個東西 那時候不小心還可以 給他換個角度拍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那也有底石 剛剛有跟大家講 底石這個 我們也大概做一點撤會 那其實這樣的底石 長這樣子的底石 其實在人上 或是像杜美慧 就是也是陳馬林老師的那個椅子 也有這一類的東西 或是其實進到舊舌 這一類的東西還蠻常見 這個是他放在那邊的 那我是懷疑這些東西 可能都跟舊舌 是有關的 只是被他移位 他不是原來的位置 可是物本身 應該還是有他的一個 提供一點線索 說我們也把這些東西 做了一點 撤會的工作 大概是這樣 那大概就是畫人家 或怎麼漂亮 還是這樣 那也看到一片摺石 那這片摺石是 他有磨過 那究竟要做什麼用 也不太清楚 有這樣子的東西 是這個 就這邊有可以看到 磨過的那個行跡 有屁股 那側的拍子變成這樣 那究竟是要幹嘛 也有這樣 那只有一件 那這件瓷器就是 跟比方說心瑤這邊看到 十七世紀後半的這樣的碗 可是屁股比較深的 跟你進到 親在床面看到比較 他不太親 就是比較這樣子的 沒有人看得懂 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他比較這樣子的 就是他的屁股比較 他的頑心比較輕 然後嘴巴比較沒有那麼開 大概中葉的時候 稍微開一點 然後比較淺 那當然這個會牽涉到說 他咬死的一個來源 可能也不一樣 可是這一件 再老婆出來 我覺得這一件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過去這種瓷器的資料 比較少見 那這一件是算 激進是可以復原的一個狀態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印桃就是跟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看到的 都沒有看到死前 雖然我剛剛有講到有死前的 集灑的兩篇 那個我懷疑其實是想人的那個東西 可是在舊社這個階段 我們看到的主要大概是印桃 印桃就是說印桃最大的差別 他是快輪路如拉制的 他是拉胚的一個做法 這個是而且稍視頻度高 那我們講死前桃的話 他基本上是手捏制 然後大部分都是泥索貼錯 不是泥桃盤 它們是泥片貼錯的有沒有 做出來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手的那個 可是你不會看到拉配的那個結 這是最大的差別 還有稍視頻度也偏低 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這個天印桃全部都是拉配上來 所以你在他背面都會看到那個 旋的那個東西 所以你從破片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他製作方式 但是氣型是截然不同 這是屬於另外一個製作技術 另外一個製作的來源 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就是說 也在老婆看得到 那這個我想他是有意義 然後其實同樣東西我們在 那個陳老師的那個 這個S開頭的這個意思也有看到 那只是說陳老師其實那時候他 他在2004、2005的文章 他其實是陳其仁的意見 他把他放到比較偏外 那後來我們是覺得 後來我是比對的時候 所以我發現其實他年代應該 應該會到16、17世紀前後 就是他年代還要早一點 那這個當然有一些比較的證據在 那這些東西可以看到他裡面的 氣物裡面他其實是拉配的 所以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製作痕跡 這樣的一個同心眼的那個 然後這樣子的陸陸的痕跡 那這個是小耳朵脫落 他有的會傷一點 有這個是那個牡丹香的那個 S開頭的那個 那當然有一些這些親密的 很快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個是在章外 看到類似的東西 這些東西 就是說這邊看到的這些印桃的一個製作 都是陸陸拉配製作的 都不是史前文化呈現出來的 手捏制 手捏片貼塑怎麼樣的製作方式 這一點我覺得是滿重要的 然後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老頭 也出現在牡丹香 也出現在附近的四零隔山 也介於藍尾山椅子等等 那這我想後面有個意思 再來就是他的一個遺跡喔 他的那個遺跡的一個都是石板 石板那邊 然後他有室內的一個 室內障的一個 室內障的一個線角 還有銅環 銅環也是一個共同的一個特徵 那銅鐵片嗎 我跟大家講這個鐵片喔 鐵片其實我們在四零隔山調查也看到 然後後來就懷疑這些鐵片喔 就是大概出土的狀況 我懷疑這個可能是鐵鍋 可能是鐵鍋子的破片 我懷疑 那這個其實你看照X光有照到哪邊 一照沒有照星蒜 然後照完哪間喔 什麼都沒有跟清楚喔 大概就是這樣喔 他只是看到這邊很平啦這樣子 所以也許是那個鍋子的部分 也許喔 那這個可以再施了 就是說這個時候有鐵鍋 有那個銅的這個東西 可是我不太相信他都自己做 因為他這個東西已經規格化到一定程度 所以這些這麼大量的銅環也好 這麼多的銀桃灌也好 這個一定都是外來 我真的 剛剛我不能說沒照到 可是說他有個跨區域性 在各個與此的一個共通性 而且在恆春半島以外 也在別的台灣其他地方 或是台灣以外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的嗎 這個東西其實也許是重要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不這樣 這個真的X位有照跟沒照一樣 照完我也覺得 照辛酸喔 沒有更清楚 反正這個照片還比較清楚 大概就是這樣 會看到他邊邊是起的啦 然後有時候我們順便反面給他拍一拍 拍完就有時候斷面會順便拍一拍 那大概 可能就過去這個老輝阿的那個圖的金色色的 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 那個比較精采 我挖了一點都不精采 那那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就是 他一環兩個可以拼成一個兩個盪盤 這個是這個東西 那也有就是說一些背 一些背的一些 也有一些鐵 鐵金器喔 銅鈴鐺 然後比較重要就是那個人臉的刀兵 人臉的刀兵 我想等一下如果大家看的話 大概不會反對 不會反對說哪有鋼 應該說那那鋼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是很像 他主要還是盒飯 就是這邊跟這邊兩個合在一起 盒飯 然後他的餅通常是同做的 下面的刀通常是鐵刀 那鐵刀的話 他是鐵刀 刀餅它是插進來 會反扣出來 扣住 要不然你用用它會掉下來 你心酸 怎麼弄龍 我的刀怎麼一直往下掉 所以他會扣住這樣 那這樣的現象其實在 龜山椅子一千多年前 或是我們其實就看到 銅鈴鐵刀的出途跟使用 這個是如果說要推的話 在這個區塊裡面其實也有 這樣的一個使用的一個狀況 他只是說這邊我們看到的也是 這樣的製作方式 然後也看到它下面應該也是接著鐵刀 那待會可能看的照片講會比較清楚 那當然就說有一些 有一些刀的大小其實都 都有不一樣 這一件是偏小一點 這一個 大概就這一件 這一件 那這個是臉 那這個就是環 這是玉環 那這一件就是這一件 因為這一件是主角 所以就拿著這一件拍來拍去 拍來拍去都是 那幸虧那時候有拍沒拍就掛了 幸虧那時候心情好對不對 那我那時候應該也沒有很討厭的怨 他就讓我拍 那不小心拍的時候 這一件後來我們再去跟他說 看能不能再拍一下 他死都不要 我懷疑他可能賣掉 因為已經跟他透露說 你可以開個假 他死都不講假 就我懷疑他是賣掉 因為那麼愛錢的老婆要說 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沒有人臉的 沒有人臉的都有 那這個就是 你上面這套銅一件 只是這邊可以看到鐵鏽 所以鐵鏽的話應該是 意味著他接的是鐵刃 鐵才會神鏽 銅比較不會神鏽 銅真的是另外一個東西 那這邊接的是鐵 所以他下面應該是接鐵刀 那這個上面是銅 銅餅大概是這樣 這幾個角度 也是盒飯兩個 兩面都一樣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 他的額頭這裡 他的頭這邊 也可以看到鐵刀扣出來 這是老婆的這一面 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騙你們嗎 就是這樣扣出來 他不扣的話 弄弄一直掉很髮髒 你像褲子沒有拉緊 褲子一直掉 你的內在美都被看光 這是他的扣 可是你看他另外一面沒有扣 他只扣一面 他只扣一面 這是他的反面 那這個是另外一面 他這邊會生就表示 這邊一支鐵 對不對 他從這邊插進來扣住 這樣啊 扣住 那這邊也扣啊 這邊只扣一根 可是他的孔比他大 這個是台大廠 這個跟那個方法師 那時候做主任的時候 跟他借來拍的 他可能已經忘記了 我沒給錢 你看 這件就從那鐵刀嘛 那鐵刀插進來之後 鉤子扣住 他一定要扣住 不扣住 你用又一直掉啊 他這邊也沒有啊 這邊也沒有 所以是同樣的製作的手法 類似啊 那只是說 插在他上面的這個表現是不同的 多耳朵是有類似啊 目督彼此的表現也類似啊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這邊身體的表現是不太一樣 可是就是說 到這邊維持基本上是有類似性 然後像應該沒有人反對吧 反對也沒關係 我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活不下去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如果去看 有很多跟他長得像我 那也有很多跟他長得不像 長得不像我們就不要理他 那外面還有一個木的 很漂亮的木雕盒 可是這一件外面還有 這個是不是外面的木雕盒裝這一件 這件很高貴在台大 你們可以去跟童老師撒個鳩 給他再給你看 那就是這樣子 那也有這樣的臉 他的臉有的有臉沒有臉的 這樣子 也有這樣子的形狀 那當然這些臉跟 這個是我們來隨便亂比的 就是跟木雕的那個表現好像也有一點像 鼻子啊這樣大大的 我看起來這樣子 這個臉補鼻很有錢的感覺 不是這個是不錯的鼻子 然後這個也有沒有光溜溜的也有 那這樣子的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紋式的也有 你看環珍多 你看還有各種大大小小 你看看他會心酸 他不都是心酸的心本 你看可以大大小小這樣排排去 這個還只是裡面一點點 你看他挖了多少 還有這麼高的 有這樣方的圓的 有的沒有的 上面還有有的有橫的 有的有的都沒有 有的還有是條紋的那個素的那個 還有紋式的那個 你看的實在是 我那裡他怎麼行啊 他這個這麼寬 有的帶掉 會不會掉下來 你也不知道 我手是不會 我手比較粗 有的像小手 像這個會不會掉下來 你看這個這麼寬 這個東西 就是還有這樣子的 上面有缺顆 有沒有看到 那這一件事上面還有這樣子 文式變化還多一點點 還有這樣點的 這樣子各種的 他就是為了這一票去挖的 我就那個老輝 名字記起來 就那個老輝 那就是那樣子 學歷很高的那個 學歷很高的那個 學歷就讀越高越恐怖 那這個是這樣子 有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一大堆 這個都是裡面一點點 你看哇 半天什麼都沒有 他一大堆 他拿出來就一大堆 那這個是如果來 跟男人山比 你看男人山這個是黃線 那時候挖了這個就很經典 你看一根小手 小手 你看手帶著一大串 你看會不會很痠 你看手上帶著一大串的這樣的黃 這當也許不見得每一個都帶 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可是就是說 他這個也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些東西究竟怎麼說 因為他八個字 沒有了 可是我們知道量是很多 可是他畢竟破壞了整個椅子 不破壞那麼多食物他去取得 所以裡面的狀況究竟怎麼樣 都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不到 這個是比較悲哀的 大概是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就是說 在恆春奔島 其實那個S開頭的陳老師的那個椅子 也有這樣子的東西 也是有的 那也有這樣子像 羽背還是 歐阿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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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不管 反正就是貝殼就可以 就是這樣子 也有這樣的東西 他中間穿一個孔 那生態醫學我們也看到 蜜血啦 因為我們 我們總是要裝作我們很專業嘛 看到豬絲馬吉就 就 就是給他呈現了 因為資料實在太少了 然後我認為這個可能是人骨 就是什麼都沒看到就對了 重點 我們挖完什麼都沒看到 就是看到碎片的樣子 很悲哀 然後他隨便搬出來就一大堆 我們就拚拚 就照 就這樣子 這個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們還要受到威脅利誘 到現在還要這樣子勾 勾眼殘喘 不是啦 就是大概就是 然後他的 所以我們就沒事 也不是沒事 就挖完什麼都沒有 就到左邊的話 然後這樣子 就補足一點秋風 好像 有這種事情 其實也沒有很認識 所以就是去看了一下 大概就是 老師林德這邊也調查了一下 其實也有一些像 李礦蒂老師他們當時所記錄的 鐵刀鐵環 也打發行的銅盤 這類東西其實是有的櫻桃罐 其實他有記載有一些櫻桃罐 我覺得櫻桃罐 你看他都沒有提到軟桃 都是其他的 他提到桃就是只有提到櫻桃罐 這個也是 那也有一些青花池這些東西 那我們當然也有做了一點點小的調查 當限於整個經費跟他的剝削 那老衛要剝削 我們老實講也是很拮据 那就是大概這樣有的沒有的 就調查了一下子 那這邊其實保存狀 這是士林格 大家現在去還看得到 那我懷疑這個 這個可能他的時間深度 也許也可以找到三四百年 也許 可是當然還要再做 那究竟可以晚到什麼時候 其實這都可以再吸收 不過他裡面確實有三四百年 那個東西存在在那裡 所以我們有找到一些 那當然還可以看到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也在這邊找到死前的淘氣 有死前的淘氣 你看死前的淘氣 就是如果看到斷面是兩三片連在一起 會騙動多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台灣死前的淘氣 不是泥條彈珠 而是泥片貼索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泥條彈珠 我們應該在很多淘片 會看到泥條彈珠 厚的泥條的 泥條應該是泥條在裡面 因為是先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都是片狀 都是一片跟兩三片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泥片貼索的一個技法 而不是泥條彈珠 其實這個不是重點 只是就是說這個從它的邊邊 其實它的破裂面 其實有些東西可以看到一點 可是你還看到櫻桃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拉貼 然後它的硬度呈現是波桿 它的搭配或是製作 製作的像這種 你會看到那個 因為你們乖乖人不要講太多 只要點頭就表示不要再講 萬里德山其實也有一些類似的東西 當然就是說 今天這個講到後來 像這些 萬里德山這邊 大家看李老師他們當時的 你看他提到也是有一些印桃 橡色的這些東西 提到的都是類似的一些東西 然後南人山這邊也有類似的東西 那這邊當然過去有里之外大概有38間的一個建物 然後過去黃老師他們有做一些車禍 那剛剛那個小手手蓋了很多 也是從這邊出土的 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就是說他們有去做碳十三的年代 這樣子的年代 那這個年代只是說剛好跟我們推測一樣 所以就在用這樣 這樣就說 做了這不準啦 有時候我們很尖叫做 這差太多 我們就這個 因為人骨比較不準這樣 可是做出來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會拿出來用 不會略而不擔 這個還可以參考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解釋這個年代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 我的立場是不會碳十四擺錢 沒有我是氣勿先開 看完才去參考碳十四的年代 因為氣勿他還是有一些相對年代可以抓 可是就是說大肆跟這個年代測出來 是大肆穩和的時候 我們就順便拿來用 這個 不過考古學生在解釋這個年代的 其實不能以這個為主 有時候年代會跳躍的很可怕 那這個是男人山的狀態 男人山的一個 可能有些朋友有上去過他的一個狀態 都是殺鹽 殺鹽打字出來的石板去對氣熱塵的 那這個就是他的關 他蓋著 然後也有這樣子的一個 那色點 那色點 那色點這個年代其實比較晚 比較晚了 他這個年代已經可以等到大概十九 世紀前後 因為裡面好寬 日至十七的意義 那只是說他這邊也可以看到有 主要讓給大家看有圓形 鹽蓋子跟棒蓋子 可是最近老婆的鹽蓋子是長這樣 我也沒辦法供應你 老婆會騙我我也不知道 只是說 那是我們從考古資料也可以看到 那其實也有同時併存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方形的蓋子這樣 那圓的下面好像跟著也是圓的 那沒有仙節還太多 那就是這樣 那只是說裡面我們還是會去看 就是說裡面從裡面究竟出不了 哪些時代的東西 所以這個這邊出來的東西 是片晚的 是片晚的 那片晚當然就是說他會有個時代深度 我就說這個東西從三十百年 他會持續到座上 然後到什麼時候 別的族群進來 是不是葬式來改變 或是同時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族群 用不同的葬式在埋葬 這個是要從資料再去重新再檢視的 當作資料抓的全部都 然後用到有幾十五 那也有這樣的東西 這是比較晚的 那這個是陳老師的S開頭 S開頭的這個東西 他這個我一直 因為這個是高氏村裡面 他們傳說他們最早的舊色 他們最早的舊色 那最早舊色裡面我們去看 我覺得其實也有類似性 就是剛剛幾出彌子的那個 有一些類似性 陳老師不在那他趕快罵我 他不會講話比我有氣質 可是我沒有要罵他的意思 我也沒有說到外話 你不要害我 就是說他有資料 那只是說這個資料 我們不小心就說 也可以拿來做參考 做參考而已 那當然就是說 這樣子的解釋的方式 他究竟同不同意到 就是見仁見智 只是就是說他其實我們過去調查 也發現其實裡面在入口 那這個家屋 我們一進去在裡面 就一個洞裡面 裡面有看到一個空房 這個洞我還也許 也許就室內長多了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去舊王家的時候 看的時候有問當地人 就說你那個 你那個洞有沒有固定的位置 就是你的室內長多了 那個洞有沒有固定的位置 他會跟你講是沒有 是沒有 是沒有 沒有的 有的就是說這邊馬的在旁邊 在繼續挖也有 所以他沒有說一定在哪裡 可是就可能書會告訴你 就在哪個地方 可是實質上那個位置 也許我們還要再透過各個時期 各個不同舊舍再去重新寧靜 只是說他在室內這一點之內 可是也有一些他不是在室內 是因為他可能 不是說 就是可能不是自然死亡 或是這樣做的 所以就會埋到別的地方去 那是災關 那這個點 這個大安全帽的是 不是說他被人家丟高分型或雨型 他就是 有他特殊的風格 那從那邊爬就 他就是這樣子爬進來 他這個好像是背著跳舞的 這個是好像根據陳寶寧老師的報告 就這兩個戴安全帽的跟這個人 他們蹲的地方 就是門口一進去的地方 就有個洞 這個洞裡面看到他 我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這一件 這個就是門 路口不一進去在這裡面 大概也這樣子而已 那深大概 深六七十公分的地方 看到這個桃環 他就順便拍一下 他是圓鋪面 所以其實他是有桃環 那後來我 我昨天又看到陳寶寧老師 在有一篇文章發表在 阿寶寶的那個雜誌上面 也看到有這一件 方形的桃環 我剛剛講桃環是做桃環 那他其實也有一些 桃片 大概這樣子的桃 也有這樣的東西 有這樣的東西 不過他好像兩三篇文章都是放著幾件 都沒有再多放 那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所以 那老佛這邊老佛 老佛的狀況是比較是室內的東西 可是老佛二其實 剛剛跟大家講 老佛二看到的是一個 長方形觀 長方形觀 那這個就是說 只是說 只是說這邊 他的一個 比方說三頂 老佛奴 或是老佛二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個區塊裡面有幾處一次 是 大概比較像是台灣的室內人 這樣 可是實質上在這個區塊裡面 也有幾處一次 他是一個短的長方形觀 他是不同上市 那究竟年代可以找到哪 現在還沒有證據 那之前我推大年代 我懷疑可能天早 懷疑我現在現在 現在在懷疑這個年代 也許跟這個台灣的年代 也許同時或是差不多 那這個當年還需要在那 其實說他是有不同的埋葬方式 存在在這個區塊 那同時也反映出 其實就是我們所知道 這麼複雜的一個租金 聚集的這個區塊 他的時間進度究竟可以推到多深喔 他就是當時的一個那個 埋葬的方式跟族群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細做 如果有朋友有興趣 我覺得可以再細做 所以你要再去碰他要點涼 這樣子 那就是說他 你會看到又木柱看到 我們上次以前去調查的時候 在3.2這個點 不小心看到一個 一個 那其實在這邊有一個很悲哀的 就是除了這些舊設備翻 很多都被怪手翻掉以外 這些小長方形的觀 很多都被掀開了 全部都被掀過 都被掀過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 掀過之後裡面東西 人骨跟所有東西都會被弄掉 嗯 他就會拿他要的 所以我們很多都是 過去李老師他們調查 很多之後都是掀開來的 只剩下那個形狀的觀 那這個3.2我們是孕牽毛的 孕牽毛為什麼這棵樹被一個 這個石棍被一棵樹坐著 那棵樹坐在他上面這樣子 所以他沒有事 沒有事 後來我們就給他兩檸檬 這樣子確認一下 那只是說這邊會不會就是說 其實有個台灣化的 台灣化的悲男族的一個 朱嬌樹 他其實在朱嬌樹設的 就是這個拉開頭的這一串的 頭目家的領域 然後當然跟這邊的一個關係喔 究竟或是就是說 還有射馬里 就是說這些小長方形官的 跟這兩個頭目家的 視力範圍大致重疊 這個是後來我們做 恆生批凡古道說 我後來讀到這筆字喔 就是1935年馬雲東益的那個 高大竹系統的所屬裡面 提到這筆字喔 後來我在想說 也許他反映出來是另外一個 不同的族群的一個埋葬方式 那這個其實還可以再細談 是不是這樣還可以談 那這個不是重點喔 它是比例子 重點是這個 那當你從沒晃過去 你看到那個就過去了嘛 你沒有看到那 可能看到一棵樹就過去 可是你要冷靜一點看 欸 對不對 欸 這為什麼會是這樣疊壓的欸 對不對 欸 很怪 你如果說有這個很怪的 你就 你就 不是說你 你就 你就不小心會發生東西的 你說看到一棵樹就過去了 你就 看到一棵樹沒事 那這個就是說 這棵樹是坐在它往上 這棵樹坐在它上面 就是說 所以這個誰先誰後 你知道誰先誰後 樹坐在它上面樹先還是 那個 這個下面這個石頭先 誰先 石頭先 石頭先嗎 是這樣嗎 你好位置 對它就是石頭先 樹才擋上去嘛 就是這樣子啊 沒有錯 所以 所以我們就親一親啊 當然是用總親 不是用嘴巴親 就親一親 樹刮一刮 刮一刮 刮一刮之後 你就看到整個樹根就是爬在那邊 也是因為這棵樹 地影啊 原本這個早就被掀走了 所以它沒有被掀掉 它沒有被掀掉的時候 後來我們就親一親 後來想說 我沒有愛護樹木啊 現在那麼多聲浪就是要生態保護嘛 我們不能破壞到樹啊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一想 我們就說 那沒關係我從短板 我只要確認就好 所以後來短板也很重 短板它要求高 我發現為什麼不是白鹽 白鹽多好處理 火要當 白鹽早就垮了 那是因為是這樣厚重的殺鹽 才有辦法吃 可是就 要求當 處理了很久 然後也是要先要量量的 量量之後這邊親一親嘛 當然還是用手親 不是用嘴巴親 然後這個東西 騎完之後 然後就是斑斑斑 把這個 這一個 端板把它拿下來 重點是要幹嘛 你知道嗎 不是要進去睡喔 去的裡面到底是什麼 因為 你看它很短啊 我們都會量量 長度也才一公尺啊 那梁南俊先生最喜歡講的 就是小矮人 小矮人小矮人 我後來就跟他講說 那個官短也不見得 他就是小矮人 他也可以撤著躺 我們看到很多側身趨制啊 還有看到蹲去的 蹲下去的還不到一公尺 你全部叫他小矮人 我們請一喝一看嘛 他最喜歡叫小矮人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證據啊 很好愛叫這樣子 我就說 我大概沒辦法接受嘛 我們看到很多側側屈制嘛 也有看到蹲去的嘛 蹲去他蹲成那樣子又不高 你能叫他小矮人嗎 他一定站起來揍你了 我也沒站著都沒有比他高 所以說 究竟是怎樣 我們也很好奇啊 很好奇 後來就是不小心究竟弄一弄一弄 我拋了很久 就確定到裡面有人 這也不是阿飄 這是真的規妄的人 西隆不倒 可是他被白啃的差不多 而至少我們可以聯想看到他的頭隔對不對 他的身體有彎腳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鐵器培上在這裡 所以他是一個側身趨制障 這個是側身趨制障的一個石棺 我們大概可以確認說 這樣子的人確實 這樣子的東西確實是埋葬用 然後他裡面是側身趨制障 所以他不是小矮人 因為他彎著嘛 那像我這種體型 我彎進去我大概也一米不到 我就塞得進去 只是我比較胖要寬一點 大概是這樣 可是就是塞得進去 因為我們只要側身就可以 那他是側身進去 他側身趨制也一直考慮到 食材取得不益或是食材珍棍 他不用跟他擋 有的不小心很高嘛 因為現在小孩子發育這麼好 我為了要做他的工我就很累了 我就把他綁一綁捆一捆嘛 那我可能不用花太多失敗 我就省下了 那只是說他其實不長 這一格大概20公分嘛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長度 長度你要扣掉裡面端板的厚度有沒有 所以裡面的空間其實不大 不大 可是不大的話 他就要說小矮人小矮人 我就說小矮人 小矮人你的頭了 我也沒這樣講 他是80幾歲的老妹 小矮人有機會可以嗆他 我不會嗆他 因為我不會出現 然後他之前就是這樣子 那他是老妹 我們要尊重他 只是說 就是說我們沒有找到明確證 如果有人有找到 我也可以接受 只是我現在還沒有找到 所以我大概沒辦法就說 因為官小就一定是裝矮人 因為他裝 葬師是可以變化的 那當然這個東西 他跟剛剛我們講的那一隻 台灣的那一隻 其實是不同的 埋葬方式也是不同的 然後這個看起來跟旁邊沒有家屋 所以他也許是在外面 就是我沒有看到外面有明確的一個 家屋的一個 一個遺跡或是地跡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東西還可以再理 就是說他 他也許是不同的一個文化的一個 或是如果到晚近的話 也許他跟悲男主 平洋化的悲男主 也許關聯可以再追 可以再追 那當然這個不是一個確認就是說 他確實存在有兩種 兩種的一個不同埋葬的一個方式 在這個區塊裡面 那如果用 這個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老婆 老婆二 老婆二就是出現剛剛講的 長方形小長方形的 你看距離這麼近 可是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在空間上距離這麼近 可是他們在時間上是不是真的同時 我們需要更多的考古證據去理解 誰先誰後或是怎樣的一個 所以空間 就是空間會畫出來 有時候會誤以為 可能這些全部都是同一時間的 其實我們還要再去理很多細的東西 就是說究竟誰先誰後的 還有就是說族群移動的 有一個問題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是不是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三點三 三點三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剛剛小長方形棺的那個 很多都被掀開過 像這個是掀開 這個蓋板被掀到旁邊的 這個就是它的棺 裡面全部是空的 這個是我們如果要去看 用小長方形棺的時候 最常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剛剛那個 那個樹做的那個是很重要 因為大概現在唯一我們找得到的時候 還有人骨在裡面 沒有被動過 那只是不小心怎麼再去找 搞不好上帝有保佑 你可以再找到很多也有可能 只是說大部分確認到都是動過 有動過 所以那邊的 也不是說他們那邊的人 很害怕去挖牧 就是說很多有動過 然後也許是會非常疑或是怎樣 不清楚 就是動過的現象是很多 然後石板從舊身 搬石板搬來搬去 還有人搬到墾丁那個教師會館 我們還在墾丁教師會館 追到從滿洲搬去的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反正就很複雜 那邊很複雜 有的人如果喜歡去追石板說 搬來搬去 你也可以去追 寫一個碩碩 我們不用 可是你不要 因為最愛追去之後 你不小心被車子撞到 回國 因為你會跌啊 生理不易 那就是很多東西 我們也是很心酸 哪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你看 它這長得就是這樣子 小長方形的裡面 可是裡面空間其實是有限 然後蓋著蓋著 大概長這樣 好 那這個是 不小心 漢人的墓 順便加進來 不想看 然後就是說 它的一個文化 大概其實剛剛囉嗦了 都講得差不多了 講得差不多 就很快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 其實在這個區塊有一些 那你工作室其實有提出 排文文化項的 它有一些定義 那在比較碎的 我想有興趣的人 其實這些報告都找不到 只是說今天我們要怎麼去定義 或怎樣 當從新的考古資料 我們要怎麼那個 其實 無論如何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談法 你今天要去 用這個資料 你要去談每個時期 你要怎麼去跟 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文獻資料 或是說看到這些 複雜的一些傳說 去做對話 還有這些器物 這些器物 我們還會去看說 這些器物是在地 還是不是在地 還是同樣器物 它怎麼是在跨區域間的一個分別 甚至跨出台灣的一個分別 那這些東西 其實當然 它其實一定會有 後面的一個秘密 就是說它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的印桃大關 這樣的東西 它的城堂看得到 日本長崎看得到 台灣各地看得到 我們的滿洲鄉 牡丹鄉 山區都看得到 那個 可是這個 在屏東中北部看不到的 屏東中北部 那個時候流行 還是古桃屋那種東西 所以它其實是有區域性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通常是台灣分布的舊社儀式而已 範圍三四百年 那為什麼會有不同的使用的狀況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去界定 它跟現在所謂的台灣之間的關係 還是我們要用另外的定義再去定義 其實它可以再討論 可是這個只是說 在一個往時間 再往前的一個示範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樣的現金的 或是比較 再退了一兩年 那你回到三四百年 你的理解又是怎樣 你放到一千年的理解又會怎樣 同個區塊不同的時間 你會不同的 你會面臨到不同的東西 那這樣不同的東西 它怎麼去變化 我們也很想知道它怎麼去變化 然後有些東西你要了解它怎麼變化 你有時候就必須跳過你的名字 放到一個區塊裡面 或是更大的賣入去思考 它的意跟頭 這個是大概 搞搞搞搞大概 不超出這幾招 大概就是這幾步 可是就是說這幾步也不利得好用 也蠻好用 就是說它還是有它的一個有效性 那只是說當然要怎麼去詮釋 每個人會有它的一個理由 這個 南部今天也不是 針對這個要來談 那當然這個年代 它有提到就是 這些年代 其實我們看到的這個年代 這個東西 其實在陳傳聖地阿狗裡面 也有看到李皇帝老師的一個 包括或是說 其實在它的年代 或是跟其他的 台南區塊 其實有些資料沒有帶進去 就是說 台南地區的 或是說在彰化品裡面 有一些年代的資料 其實大致差不多 就是說 我們會用一些相對的年代 然後這些器物的分布 我們當然能夠看到這些器物的分布 在更廣泛的區域看到它 就跳出比方說台灣的分布 我們去看到平地的分布 看到台灣島外的分布 那它就會有另外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它當時是一個貿易圈 就是說它是不是這類 華人印度大端的消費地之一 就是它會變成一個消費者 那它怎麼取得 當然國外是那些中國人 那這些中國人 它怎麼樣的讓它進來那樣出去 那這個東西 它怎麼去思考這個脈動 因為三四百年 那個時間點也許比我們想像的 還要有趣 還要互動的更新一切 也不是我們想說 哎呦都變住民了 教室都五人啊 都打飄起來 那個時候我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熱鬧 當然不是說那種熱鬧 是這樣子 那很多東西 還有就是那個青花池碗 我們看到十七世紀後半 那個也是碗 大家很清楚知道它也是 就是帶到那邊 中國那邊的 對面 那邊的東西 所以它也是一個貿易的東西 那這個區塊它可以取得這樣的東西 這是我一直要強調就是說 不同於 同一時期 我們所界定 同樣是台灣的族群的 這邊用的都是古桃屋的 這種自己做的 它也是當地自己做的 恆春半島這邊 雖然它有一些台灣的特色 可是它用的器物是 雖然不同的 沒有來 沒有來可以做 就是它是外來的 外來這個 然後它有很多同盟 這些同盟 看起來有一定的 就是專業化 所以它也許 應該不是都是自行自作 自行自作 自行自作 然後後面要刻薄問題 還有一個同盟的製作 所以這邊後面的一些東西 也許比如我們所想像的 還有更複雜 再加上這個時期 後來人也進來 後來人也進來 難道這個時期 前後 當然就說後來人進來之前 進來之後 這個要爭論下去就是會 沒完沒了 可是我相信後來人進來 因為那個時間點 他們可能還在持續用這樣 就算是它比它早的話 應該也會有一些時間 是重疊到 可能會有重疊到 那當 這個其實就是說 我們現在 弄到現在其實很多東西 都還不清楚 因為你做的工實在是 我們現在做的一些研究 其實都是很淺 很淺 所以很多東西還在推 還在拆 只是就是說 即使是這樣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點點 好有趣的東西 其實是還可以在身邊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史前文化搞了這些年來 我覺得其實現在 也許可以往舊社考古這個 舊社考古其實 也不是族群大融合 就是它可以 在各個學科裡面 其實它可以有一個 對話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可以用很多手法去 處理這個 然後這個研究 或是土壤本身的研究 或是堆積 或是怎樣 很多東西可以在舊社考古裡面 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 你是沒有辦法預期 就是說你會找到什麼 所以有時候就是運氣好 就說哇你 運氣這麼好 你隨便挖都有耶 這個很衰得 什麼都沒挖到的人 然後這個不能這樣 因為講下去的話 他就覺得他人生沒有家 怎麼這麼努力認輸 念輸也沒有 都沒辦法也不是 可是就是說 有些東西它其實在地表就看得到 比方說舊社的石板 它本身就存在地表 所以它是介於地上跟地下之間 它還沒有完全落到地下 像我們處理史前很多是在地上 可是舊社的話 它一半是在上面 它有一些是在地下 所以它其實是介於上跟下之間的 那個某個地帶 也剛好反映說 現在現身的這個活的人 跟死的人中間的這個脈絡 也剛好連接我們在面對幾千年 一直到現在的 已經兩三百五更完的這個圈圈 它其實就是在那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就算你沒挖到你至少 站在地表上的你也可以挖到不少東西 所以不用氣餒 一去當然一定會有東西 只要不要被蛇咬刀 是是 被那個鎖鏈蛇尬 或是有的沒有人 可是基本上去做 通常還是會有一些理解 會有一些理解 只是說看你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可是我是建議問你們之後去的話 也許可以走得更方便 組一個團隊或是結合 好不用說這位先生 這是他家的舊社 或是怎樣 他部落的舊社 大家一起去處理 就是說其實很多東西 一個團隊 能夠大家可以更寬廣地去面對這個東西 而不是說某某人的 或是一個獨佔性的做法 其實很多東西會有不同的思維 因為考古人搞考古人他思考的東西 其實有些已經自視光 他不同人看到的不同東西 會有不同的感覺 那考古其實是很生活 很貼近我們生活 我們這個生命的一個學科 他沒有那麼等 大概我想所有人都可以做 只是說愛於文職法不能讓我 因為要做票外遺症就被裝去推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思考 這是屬於一個公共財的一個 是大家的一個東西 不是靠我學者才能去推 比如說我們怎樣的合理的去組一個團隊 大家去一起去處理這樣子的感覺 那當這些東西講完去大概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我可能很快的喔 很快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文獻已經看到大家大概也搖搖竊子 這個好像剛剛已經看過了 那這個石頭這個我是覺得這個比較 剛剛在想說這個好像小底石喔 後來我們找到一筆之後 其實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八寶這個東西的一個 那這邊其實也有一個 荷蘭公主的一個傳說啦 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 那這個當然就說這個石頭 石頭有一頭有毛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也問啦 就我說這塊石頭 就是那個小型的那個模式石頭 那個很像小底石喔 我就問他們說 我說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就問了一些 他們有的就說 那就是一個髮器啊 不是頭髮的髮 就是半髮的髮 然後他在那個感應的時候 他會跳你知道 這是有些人說的 就是他會跳 他會去告訴你一些什麼東西這樣 這是口房 或是一些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那究竟他是怎麼樣 其實很多東西還可以在 還可以在那裡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 結合其他的一些理解去處理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在林佳君 這個是應該是小姐還是什麼 小姐 小姐喔 他不是男扮女 你知道嗎 就是小姐的他的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說他有提到有這樣子 那只是說這些東西 要怎麼去對話 要怎麼去那個 其實很多東西 假設我們可以在一個脈絡裡面 找到原始沒有那個 去看他怎麼辦出我 然後再去結合一些東西 再去談 可能還是要回到資料本身去談 那只是說 就是考古也不能說 萬能一定可以解決一些東西 可是 他是現在能夠生出新的資料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來源 就是說我們現在 比如說你老婆 要讓你咬到已經都 不行 人事他能夠說出來的話 也差不多那些 我說他會跟著你的話講 你這次時期的文獻也翻得差不多了 所以那些東西 你到差不多 文獻資料很多東西也翻爛了 在這個當下 還能生出新的資料 大概只有舊舍考古 就考古人 用考古的方式去取得新的材料 這是一個取得新的材料的一個 很容易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方式 那他可以在很多東西 不小心會給我們寫新的思考 新的切入的 新的思維 那這個東西當然他不是萬能 可是他 我想他是值得我們再去投入 再去思考 去做一個 就是資料取得跟進步的對話的一個 一個領域 就是說這個部分 那大概就是說 這個比較廢話的部分 就不用再講 老婆椅子也掛了 大概是這樣 這個老婆椅子也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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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個已經 這個空照圖還會看到老婆椅子 這個之類 還會看到他的杯什麼都看不到 那個老婆椅子也掛了 就是他 那留下來這個紀念碑跟老婆椅子 可以從空照圖清清楚的看到 就是老婆椅子的標準 那只是說 這個椅子是這樣子的 這個完全毀掉的這一件事情來講 其實是 我很想揍那個人 我很想去打那個老婆椅子 所以那很好 可是沒有辦法 他也是跑步跑的時候 每天都會放那個 不是聖經 放那個 那個什麼 然後 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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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知道 該下山要怎樣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 當然有況大家可以去逛逛 可以去逛逛 逛逛當然 就逛逛這樣 你就會看到很多 石頭堆 看不到石膀堆 如果要看石膀堆 到附近的士林隔山 比較容易到 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他老婆大概就只能去 老婆室拜拜 不記得被 蛤? 他的出神是什麼? 我請後來 不知道什麼 什麼老君還是什麼 那旁邊還有一個荷蘭 荷蘭的 他旁邊還有一個祖靈 就是那個荷蘭公主的那個 然後這個地方 又是太上什麼君了 我也忘記 因為我對那個沒興趣 我就整個都忘記 我真的忘記 反正就是拜拜的 也是那個 他本來還想做那個 跟那個 台南那個陸耳門 他本來的期望是 這邊弄個陸耳門那種大廟有沒有 然後整個上來 他們本來那時候做鄉長的時候 他的稿就是這個 後來沒有稿 這個時候後來我們到村子裡 他們跟我們講 我說好誇張沒有病 要不要這個整個是從這邊上來 你們就會走 很重要的 很在乎 好 那個過來就更厲害 幸虧沒有錯 你現在只有個 二屋頂的老婆子裡面 你們在去看的時候 希望不要再擴大 過來就這樣不要 不過這個椅子已經變成 他們翻個差不多 他是用怪手去 整個樹枉單 這個大概也都是沒有辦法再一個 我今天因為沒有辦法聚焦 也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說 去給一個什麼 不過大概就是說 這些年在面對就是說 搞考古人 過去其實很好 過去我們老四輩的 他撿撿撿 他一天死前 撿死前逃遍 看到瓷器 看到什麼 環境都人過 人過從來不撿 那從來不撿的時候 到後來我們就年紀大了 長大了 我們也長大了 後來就開始想說 那裡都蓋了 你知道 所有東西都到那邊斷 就是死前的 你解釋完 解釋到四五百年的時候 就斷掉了 然後莫名其妙 進到十七世紀就回到現在了 哈哈哈哈 來到現在了 中間怎麼接 中間怎麼接 不知道啊 後來我們實在念 也不是我們就是幾個老師背容 他在開始想說 中間怎麼演變 就是說剛剛講這段遮層 你看十七世紀 竟然那麼多阻塞 這些阻塞 跟我們看到的十千萬星 已經可以看到那麼多的 台灣各地密密麻麻的 考古化密密麻麻的移植 分布 那時間空間都已經那麼的接近 他們實際關係 不會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很多東西就開始回去思考 都說那他跟十七世紀的阻塞有關係 這個也是另類 也不是另類 另外一種秋色考古的一個做法 另外就是你說 你今天回到某個人的 某個族群 他傳說中的舊社區 去做那個舊社的考古 這是比較狹義的做法 也可以 就是說我們今天去思考 就是一路追 我們從幾千年兩三萬年 一路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四五百年 老二人就停了 啊停了 蛤 停了對不對 我們就停了 以前停得很習慣了 沒有後來我們就全部都踩 不然我們去做調查的時候 我會把這塊土地裡面 我看到的 我已經撿到帳户了 我已經撿到日至十七帳户了 所以如果說我有辦法處理 我會把日至十七的東西 我都拍出來 不是照片怎麼都把它處理出來 因為它是反映這個 遺址的一個時間深度 那你如果說把它切掉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就只有那個時期 它就會有個錯覺 以為是這個都不存在 所以當你呈現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好玩 比如說大水夫山也有 台灣各地都有 那這個現象代表什麼 到了清大中葉兩百年兩百五前後的時候 台灣各地的史前文化的淘氣數 大部分已經都停了 它已經完全被這種 這種小火 懂嗎 就是那種 不要吐躁 可是又便宜的這個東西 已經衝刺 所以我們去到舊社 去到各個地方 甚至海拔三千多人 你還可以看到都是這類的東西 可是說今天老婆所在這個區塊 是她更厲害 她三四百年就看到了華南的 就是印度大本 她更早的階段 她的許多的舊社 已經是用這個東西 那這個後面其實是有意義 就是說我們一度看見 都是史前的一個做法 當地做法 或是說你自己一定會做 因為我們看到她會用當地的 當然會有一些外來 比方說我從華麗 我從那邊得到 可是她絕對不會這樣全部 我們看到有一些當地的陶土 有的沒有做出來的陶灌 那個還是主要的 三個幾千年 然後到了 到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三十百年 我覺得有一些變化 或是說剛剛講的一千多年 一千八前後 我們看到一個大的變化就是 硬鐵技術的出現 跟小型青銅器的製作技術的出現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 玻璃 玻璃珠玻環的出現 玻璃珠玻環的出現 玻璃珠玻環的出現的同時 我們看到幾千年來的阿玉 你看 不是吃了那個歐油 就是幾千年來的 十五千年來 持續那麼熱愛的 玉器的製作 撐到了一千多年之後 突然看不到 然後玻璃珠那些東西出來 中間會沒有關聯 很多東西還可以再試 就是說他就是玉 然後玉持續愛用的那麼久 然後後來技術整個變 技術變了 這樣很短的時間也變了 然後看到有一些新的技術進來 在那個時候能夠練鐵 是一件大事情 一定是 現在我們你會練 我很佩服你 你會練我不會 可是就是說 現在沒那麼厲害 可是你在一千多年 大家都還在共九桃花 九桃園 你能夠練鐵 你做出來的東西 你擁有的技術 你從哪邊得到這個技術 然後你做出來的東西 又更耐用 又更怎樣的時候 你能夠換得的職業 跟你整個的地位 你在整個的地位 那我相信那是一個大事情 可是現在我們還 就是說十三行 也包括我們有寫出來 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讓它促成 可是現在還沒有到 可是慢慢有些東西 其實是資料慢慢的看得到 就是說一千八前後有一些 甚至更早兩千多 在東部也有一些東西進 新的東西進來 那這些東西的進入 或是說有些東西 用很久的東西都突然消失 那個東西 它的意義也許 比 也許我們可以再 再換一個角度來去重視 它就說 這麼這麼久 為什麼哪有不見 它不見的同時 什麼東西出現 那個後面的可能的原因 或是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說 其實老實講也還滿有趣的 不得無聊 你說 心情低落時 搞一下思考一下 其實也還滿有趣 因為你出去有搞考文 絕對不畫面有才能 因為出去頭一地下來 到處都可以撿到東西 都可以撿到東西 這東西滿多 只要看你怎麼去 你光是一個币 幫了我 你都可以思考很久 他們怎麼崩落 怎樣 裡面掉出什麼東西來 誰在上面 誰在下面 誰被誰壓著 知識怎樣 那些東西都可以告訴我們很多東西 就可以寫 所以搞考文不畫面 如果說年輕的一輩或是老衛 我們有興趣其實是可以 可以 那個彭老師 你不是學考古嗎 那個江老師在後面做 就是那個躺在沙發上 那個一副很無耐的那個場面 可以跟著他 也可以 那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沒有那麼的 非誰來做不可 因為它其實是很在我們身邊的英文學科 那其實我們要過去那一群人 跟我們面臨同樣的生長因子 人生留下來的一些東西 身後的這些東西 怎麼樣的經過自然人為的一些 他留到現在 殘存到現在 我們看到的 我們怎麼樣的去 透過他們再去回到過去 那個可能的一個 一小部分那個人去 可是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入口 就是我們可以經過過去的一個入口 那這個資料永遠你是保育期 你會看到什麼 可是當你準備好了 你看到它的時候 你也許就可以 對的 那你沒有準備好 看到它的時候 就說他給你什麼 就回去睡覺 所以也有可能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說 你要去注意其實這個資料 或是這塊土地 還有很多很多 很豐富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歷史 其實是存在的 遠比我們所想像的 他們什麼都不會 或是說很多人在想說 你們這裡沒有什麼青銅器 你們這裡沒有什麼金字塔 你們這裡有什麼 可是今天其實 台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台灣從五六千年 陶器製作沒有變過 一直到晚進幾百年 陶器製作都是泥片貼索 這是我講的 其他人都講了一條範疇 我解說 那泥片貼索這個製作方式 是最早的一個 最古老的製作方式 當對岸福建 最近的福建 三千多年他已經開始用 陸武快人在製作的時候 我們這邊雖然有跟他們接觸 可是我們沒有被他們影響 去放棄我們自己的製作技術 可以撐到晚進幾百 台灣小背小 他有辦法堅持他自己的傳染技術 幾千年沒有被取代 這一點 他也就是說 他很多東西其實 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 一個複雜的族性 現在我覺得其實是 有一個很深遠的一個發展過程 絕對不是突然掉出來的 這是台灣的一個很大的價值 跟他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絕對這個真的 從考武器思考 真的不用再爭論說 台灣的事是怎麼樣 他真的就自己有他的一個發展的脈絡 跟他的一個獨特的一個特色 他跟他接觸 可是他並不完全被改變 他在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他其實還甚至去改變別人 影響別人 然後他堅持 他能夠堅持 他要堅持 可以堅持到這麼久 到最後完全沒有做台灣的時候才放掉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 當這個跟我在說 不過我有寫出來的 這個有寫出來的包圍 所以也就算了 那這個不管 這個都不是重要 那今天大概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看著我那個 那個演講費已經差不多可以撞到 然後 所以我就這樣可以 好 我們謝謝郭書秋老師 那這機會真的很難得 我看他 我一直看到 我看他兩隻眼睛發亮亮的不得了 然後全場大家精神都不錯 都笑得很開心 不管怎麼堅王應該 他可能是太疲勞 我們可以了解 那堅王大概應該有很多可以想的 然後他講的範圍很寬 時間很長 他是整體來看 那是說贊助某一個小題 那後來最後當然就 雨中心臟有這麼幾句話了 那我想 有在座有一些這個考古背景的同學 那也有一些是 就是專純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那他實際上 跟地方歷史 他主要還是從考古的角度來談 所以就各位從 你自己關心的議題 跟他今天講的跟你關心的議題 之前有什麼關係 你覺得清楚嗎 如果不清楚 你可不可以 你就可以提問 讓他多講一些幫助你可以連結起來 那就不要客氣 我們時間有限 就請趕快提問 請報一下名字好不好 讓我們認識一下 好我是 我是開個藝術大學 文化師才不會有 然後 因為我最近對那個施卡羅的議題 很有興趣 施卡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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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很有趣 就是 仰臥趨之章 說這樣的方式 徹身趨之 喔徹身 因為你馬上來要往去 徹身 徹身趨之 在台灣族比較少出現 然後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那邊有兩個就是 斯卡羅的家族比較長出現 對 那斯卡羅他的傳說 是他們從資本牽過去 然後徹身趨之上 不知道在資本社是不是 就是用這樣的辦事 對 那個 這個其實還要再追啦 只是那個 楊南俊最近又辦的那一本 他有稍微提了一下 可是他當然他提了 我也不是很信任 就是他 不過他有提了這個 那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不要囉嗦的話 就是回到資本 回到他的主原地 再去做一些考慮工作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就是說 老實講 我是因為這幾年 就是做完這個之後 後來又再做了 文春飛漢古道的釣場 後來我發現 裡了一些文獻 我發現說 過去這個小廠方形官 我其實 之前把它當作另外一個 時期的東西 後來我發現說 也許他跟台灣化的 貝蘭族這邊的官員 也許有的 然後資本那邊 好像也有類似的 這樣吧 只是說他中間究竟 是不是就是他們 哇 還是就是說 就像你剛剛問的那邊的人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現在要針對這個問題去理性 我會規劃一個調查工作 或是針對關鍵東西 可能我去做一點發掘 那當然去發掘你還要溝通 因為你會牽制到他們願不願意讓我 所以舊舊考古會牽制到 因為你會長得多人 死人還好處 死人 你去死前一直都沒有人喝 你知道嗎 都沒有人來囉嗦 沒有人來吵 沒有人來吵 除了半夜多夢 可是就是說 你今天會碰到他們 會說這是他的舊 你要去尊重 那只是說 我是覺得是現在 因為很多人 他會對自己的組員有 一直在尋根 所以我是覺得當 不是說那個 只是說我們今天換一個角度 大家去組一個團隊 或是跟有問題 我們一起來去思考這個問題 一起去面對 而不是說變成說 過去的單 就是單床 就是一個人去面對 當死前時代的話 一個人去面對 也就沒有 因為你不會碰到另外一個人 可是你今天要去碰舊舍的話 你會碰觸到就是說 比方說 大家知道某段社事件 其實是高市村 高市村的某個就是 後來其實我們後來調查 我們也上去 結果他們都不願去 死都不願去 因為那是禁忌 然後整個村被燒掉 他死都不要去 不是說他活著他也不要去 就是他不要去的事 就不要帶我們去就對了 可是就是說今天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可是你還是必須要考慮到 他們的心情跟感受 那只是說這個東西就會變成說 日後有必要去協調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處理這樣的議題 我們如果只是單純為了釐清過去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取得共識 如果你不是為了要透過這些研究 來增高你是個知名度或怎樣 你不是這樣的一個信念要去做 我覺得一定可以取得一個共識 我們今天只是要去釐清過去 我們就是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過客 可是我們假設可以合作去 去釐清一個東西 然後他是有意的 可是有些學者他其實 我們常常會看到 其實有些學者是不孝的 不是不孝順 就是不孝分子的不孝順 他去他騙了資料 他拿了資料他就走了 甚至有的用證的地契被拿走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會面對很多 就是說你進去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是他們已經被騙過 所以你要重新要讓他信任你的時候 你其實我覺得最單純就是 你要讓他知道 你其實並不是要去介於增高 增加你的學術高度 當然這也許會是變成一個附加的價值 可是重點是 這是一個社會責任 還有就是說 你今天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勢必會去面臨到這裡 就是說剛剛這個是沒有談 就是說他會有這樣子的 所以你盡量去碰資本 或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那我們就是必須要去取得當地的一個問題 或是我們一起來去處理 所以那天其實童老師主持的那一場 我們那時候講的其實也是類似就是說 舊社考古不是說只有靠路接著來做舊社考古 因為他們明明知道他們舊社在哪裡 他明明知道他的舊社在哪裡 可是他為什麼不回去看一下舊社長什麼樣 就是說我們明明知道我們的幾個來源是這樣 可是他沒有回去看 他記憶中可能是移到地幾處的那個舊社的概念 我是說其實我們今天要學員追的話 其實就原住民本身 不過我現在也是原住民 原住民本身他去追的話 其實他自己是可以自己是可以提供的脈 雖然他做了也許不是學術上的欺慕我講 可是他自己是可以往他傳說中最早的那一步去移動 可是有些他會覺得說我就是我的爸爸媽媽從這邊來 他就是那可是他就會告訴你他是更早是這樣 可是他們永遠追又只有你 就有些人並不是所有的 那只是說今天你要怎麼樣去思考這種人的移動或是一些 那個其實有一些東西我們也要去面對 可是這個也許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你面對生的死人更活人 你面對現身跟殘存還有殘存一半 地上地下的中間這個 這個模糊地段其實是很關鍵 在時間空間上還有連接所有人的線上它是很關鍵 可是這個關鍵也需要你們再去付出更多 而且要換不同的心態去處理 有沒有很多東西就會變成說很難 很難就是說你會到後來變成 合作完之後永遠不再是朋友 所以你有沒有說有合作完之後還會在一起的那個可能還 所以就會變成回到每個人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案是可以透過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被差略的 它並不是一個那個狹隘的感覺 這個我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覺得有 有 你人很善良 我一直看到你的西卡古西卡古的那個公民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成功的跟地方合作的理由介紹 成功跟地方合作 都是還是增長的 環山 環山現在現在是網路的方向 其他地方自己在推動的理由行而行 不過我按是比較特別的例子 時間一定真的是被放在另外一個更奇怪的領域 因為其實好像時間一直客戶家很愛 但是一般人也不太愛 對 所以面對另外一個 因為他的那個兩三千 要三千多 跟我們講是很遠 可是舊式的東西 對有些執行的也是很近 就是他會知道 他會氣格說這是 這是 可是那個記憶還在 可是對當地的很多 他像王山那個很多是還有一個新住民 新搬來的 可是他對那個上面也有一些晚近的目標 可是我們認知的是另外一個方面 我覺得有一些人是在退公共康務協議 我們盡量問他問題 我還是很難得聽到他講這麼多話 我 請 韓國老師你好 那個我不是相當可疑 有對那個評估的有所謂是有興趣的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在那個老婆這地方 你有發現跟當地像馬卡道族等評估的有所謂互動的情況嗎 有互動的情況嗎 所以互動就是有一些交流的一些東西 我資料我看不出來 因為我能挖到就那一點點 我都是那老婆要拿給我看 可是大概就是說 資料看起來我還是傾向於大概就是 我剛剛講的那個台灣的一個舊舍遺址 可是老實講 我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在清... 喔對 就說 清代的文獻其實記載那附近也要秘密 那馬卡道的 因為我們還要再問一句說 馬卡道的物質文化究竟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認不認得他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也有在反省 就是說在別的區塊或是別的老師們也有開始在反省 就是說我們現在常看到就清代中葉的一些青花池 然後印桃的出現 可是我們直覺說 欸這個是漢人其實不見的 因為我剛剛講的他分布區域非常廣 我懷疑他使用的人其實我們現在講的 比方說山上的原住民或是有一些平谷族 有一些平谷族他不喜歡這叫平谷族 大概就是平谷族原住民 其實我懷疑他們都在用 因為他們過去的那個東西都已經被取代 所以使用消費的人不會只有單純 就是說他的來源也許是從那邊來 從對岸來的 可是使用的人我想他擴極的範圍跟不同人類也是很環保 所以那個東西就會變成說 你今天要在什麼樣的定義下去界定 這是嗎 搞到的不止我嗎 我覺得是非常難 就是說我們今天可能看到開拉格蘭 開拉格蘭也許你還勉強從十三年晚期就策的那個階段 勉勉強強追一點 就是說我們在植物園移植那邊 我們在那個營事所的那個側庭那邊挖一個探坑 做出一個年代兩百多年 然後他出現的是一個十三文化晚期晚階段的東西 然後我們在懷疑也許他跟魏正華談的聊阿瑟 聊阿瑟 聊阿瑟 也許有關 那只是說從年代跟他的一個來推 也許這是那個時期可能出現的一個物質遺留的樣貌 可是究竟是不是 我們需要更多的基礎材料來去填補不同時期的 然後再去透過這個東西去反推那個時期可能出現的 人是誰 使用的人是誰 因為現在很多 尤其是拼補族這邊其實 但是搞不然是比較特別的 搞不然他還有一些東西 搞不然有些物質遺留是引錢抓的出來的 可是有些是很難的 很難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是誰在用 所以也有可能這個是他 也有可能是別的 不同人群在用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變成說 可是我只能說我看到的都是大概三四百年 那個脈絡那個時間點的東西 應該是這樣 那我沒有看到比較晚 那比較晚的也許不在那個點 因為老佛當時叫的是一個大的範圍 他也許在另外一個更下方或是怎麼問 那只是我們在下面看到長方形的哪一個東西 長方形的官 那只是有一些東西 其實你沒有辦法全面的去做得很細 所以需要我們針對 比方說 馬卡道 馬卡道也是移動的 好 移動的 那當然他遺落的時候真的要講 馬卡道或是這個 其實他就會跟跟那個鳥松文化 對不對 鳥松文化的最末期的那個接範會有關 小遊球那邊或是有一些 就會去追那個鳥松文化最末期的東西 也許跟他們會比較像 那那個可能就要從台南這邊開始示好起 台南那邊還有個西拉雅的那一層 那個只好從城衛政區上比較明確 那我們從那邊慢慢去 應該這麼說 我們從比較確確的資料 有年代有確確的資料去釐清 可能的這個 這群人可能使用的內涵 再用這個去做一個判斷的依據去推 可是就是說這個東西的推的有效性究竟怎樣 可是至少你要找一個 一個參考點來做 那我覺得台南那邊 大概可以從西拉雅這邊去思考 你講的這一個 因為它其實是過去這樣過去的 那這個東西 究竟它的脈絡是怎樣 然後在小流球那邊 我們已經看到 鳥松的末期 它其實已經有印桃化了 那個就是變印了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些陶器的製作已經受到 中國的那個印桃的氣息影響 也有這個狀況 可是這個東西究竟能夠多少程度去反應到族群 去跟族群做到的對話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這個是比較難的 就是我們今天可能抓說 這是五六千 五六百年 三四百年 可是這個東西 真的就是我們所講的這個族群 因為這個族群是我們現在在教的這個族群 或是這兩百年成立的族群 可是三四百年前的一個樣貌又是怎樣 那個時間的 那個時候的所謂的那個人群又是什麼 其實這是我們現在考古人其實要面臨的 就是我們沒有畫直接勾連到現身的族群 或是說你直接去談的話是一個比較危險 那所以我那時候在談台灣文化我被罵死了 我被罵死了 我把他用台灣族了 用完很爽 後來我把他改成台灣文化 那就是說因為我是覺得有一些台灣文化 它還有一些物質餘有 好像蛇或是恩差 那我後來那個多頭的智慧 也許從那個恩差土性的這個概念 衍生成多頭的一個智慧的意義 那那個東西其實還有一個考古資料頂對的一個 至少還凹的過去啦 至少還有一些東西還可以談 還有就是銅餅鐵罩這個東西 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談 可是今天很多族群他沒有明確的物質遺留 沒有明確的物質遺留 沒有具有特色的物質遺留的時候 我們今天在面臨說我們要去從考古資料去反推他回來 會比較累 那一種做法就是說 比方說他這個族群他的舊色在哪裡 直接去他的舊色做考古 然後去推他 比方說找一個階段 比方說100年前的他的文化樣像資料 或是1、200年前的文化樣像 所以舊色考古可以反著回去做 就是說我沒有這樣的線索回來 可是我可以從 比方說我要釐清童老師的 那童老師的舊色就在這邊 就在萬金 萬金 然後我就去萬金了 可是他就說不准去歐 然後我們就去偷偷花 然後偷偷花我對手要去關 可是就是說我要釐清嘛 我就去他的舊色去離 然後他的爹娘他的阿公阿嬤 當時穿著這樣 然後帶著那樣的尿布這樣子成長 所以那個資料就會出來 然後資料會出來 可是他也許只是代表某一個這樣 比方說100年前的 或是多久以前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說 考古的東西其實是基礎材料的建立 那基礎材料建立的過程其實是重要 他也許沒有辦法一下子在這樣子的一個 或是說你辛辛苦苦 我都挖花咧 要淋金淋流走 然後都沒有成果 可是實際上他在基礎資料的累積上 我覺得他的意義是更大 比如說我現在也許這筆資料我看不懂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用影像或是怎樣 去把他的基礎材料呈現出來的時候 尤其過去20年那個影藝智他就開始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學姐做的到我現在亂的一模一模 他就可以引用 引用那個脈窩那個資料就可以 然後我們死的時候你們年輕人都一樣啊 這個老婆這個老婆這個老婆快年老下這個重要的資料對不對 這個理解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 現在了解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說它是累積性的 我覺得這是考古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台灣從1896年開始發現自三年 1897年發現原山已經超過一百年 這樣子的一個考古的一個工作 做了很多古查工作 雖然很多人一直在說考古怎樣怎樣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基礎材料累積 如果沒有錢能走過這一段 我們今天不可能接著走到現在 那當然我們今天走到了也不是 也就是也還是只有這樣 可是後面還可以 結果我們現在做的還是可以做一個結議 才會後續有人繼續在下去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 基礎材料的呈現是一個 就是它永遠是第一手 我去挖嘛弄一弄它就第一手嘛 第一手資料 我寫出來弄出來就第一手嘛 因為它沒有我一件資料 所以一定是第一手 那它也就說這個是基礎材料的價值 再來就是從基礎材料再幾乎 再去推後面的人 這是另外一個價值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說 所以你做考古就算你什麼都沒有退出來 你基礎材料把它弄出來 你的功德也是功德一件 這人生的意義就有 不要再去思考我這一輩子人生的意義 你就是有意義的存在 就你寫出一本對不對 寫到再來 照了幾張照片 這幾張照片比方法老師在演就 欸這張太重要嘛 所以以後你就 也不是說有名的 就是你就會被重視到 就那個東西的基礎材料 它是第一手 那第一手的一個呈現 這是很重要 你感覺是說你愛死考古 我沒有愛死 可是我好像沒有回答到問題 那他有問什麼 你有問到 我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其實有一點怎樣 你一題嘛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他後來還是 就一直在發揮 替考古西張生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相信大家有不要客氣 我是就是台大生中系學的 台灣人 你哪里 你老家哪里 想說什麼 我媽是旺江的 就是旧旺江 就舊來移 喔真的 是文樂那邊的嗎 文樂的 喔是文樂的 是你姓什麼 莊 莊 莊是我們的另外一個朋友家 你是姓什麼 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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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 我是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那個老婆一直所發現的那個人 那個什麼 人臉的那個啊 刀柄 跟那個台大典廠的那個刀柄 是很像的 然後那台大人那個是哪一個部落 哪一個移植做 不知道嗎 我不記得 不記得 我想說會不會有一個就是 欺慕的交方 然後有什麼樣的關係 跟那個老婆 那個部落所把出來的 你是要問他還是問 問你 就是你要問大家 我到底要問誰 你能拿什麼 我不會打 可是我記得我拿出來 那個 他樹米好像是排完 因為那件我們有掏出來 就是他從你 那一切的細節嗎 那上面好像沒有明確的寫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 我的原則是上面所有的東西 我一定會寫上去 我不會只有寫個編號 如果只有寫個編號 就是只有這繼續 可是是排完的東西是沒有錯的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這些其實很多件 不只單單是這一件 那另外有的會是照片 就是台大並沒有收到這個器物 那可是是有 當初去的人是有拍過照 那我印象裡比較清楚的 會是有一件是日本人拍的 1930年開始出版 他拍的是嘉評的三把高棒 中間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照片 那個照片就非常像 郭老師的照片上那個人臉的造型 那這是嘉評 所以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那實際上那個時遇所他的同事 有一個叫陳光祖先生的 他現在在從那個材料來分析 就是這些青銅器 那當然這個青銅這個原裂 什麼樣子 文樂祖寧屋裡面有好幾把 有一把這麼大一把 那個笑臉這樣子 欸 笑臉你聽得懂的 好 就是這樣 那他有一個小把 就是在那個羅家的祖寧屋 就是文樂那邊 所以其實那邊都還有 那其實確實剛剛同老師講 講沒錯就是這一類東西蠻多的 難道你如果不小心去分一些資料 會找到蠻多的資料 所以只是說我是舉個例子說 這類東西大概我們可以 跟我們現在所認知的 台灣的青銅刀餅 是可以被放到這個 可以接受的這個賣物 所以隨便拿一件來做比對 可是這件我覺得有意義就是說 他扣的那個貼餅的扣法是 類似型 還有製作的方式是類似 雖然說有一些小特徵不進入小龍 可是蠻多啦一些 無關的全知識類似 不過這種喔 這種臉很常見的臉 也不是用蔡妻的臉 就這樣 這很常見的那個髮髮的那一種 青銅刀因為在現在台灣的文化裡面 被用一個變種特殊為止 所以大家比較會重視 那可是其他以數量來講非常重要的 像剛剛你用的那個銅環跟銅鈴鐺 那些都因為他的量很大 所以他的應該怎麼看待呢 因為我們另外會說 像劉璃珠的量也很大 可是你這邊是不是完全沒有提到嘛 可是那這麼重要的銅環 而且很可能他的來源是從外面進來的 有什麼可能的解釋 這個應該是我就說 其實他那個銅環分布區塊是很廣 是最近在綠島裡看到的 然後過去其實在整個東安北變到南邊 這種這個東西 可是就是說銅環本身 就是說銅鈴鐺本身的變化也有 就是說他有沒有臉 或是有沒有什麼的變化 其實都還有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應該還要再做進一步的一個 就是你要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還要需要很多研究再去 有人在做這個題目嗎 你如果去做就是你就去年 哈哈哈哈哈哈 小年欸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個銅鈴鐺看起來非常像嗎 那個台灣蝦蝦蝦的那個牛鱗 很像嗎 我那個拍這隻牛給牠掛一樣 其實對 可是牠的銅鈴鐺變異其實是有 然後 其實那個銅鈴鐺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就是說 可是就是說時間深度是有變化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幾百年 甚至那個時間就跑步椅子裡面 其實看到有時間的一個變化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以做 就是說其實應該是說很多很多 你光是針對一個小器物去做都可以去做 可是就是說今天要去做這些東西 我只是希望大家要稍微小心一點就是說 就是說牠的一個時間脈絡可能要先確認 就是說我這個東西我出在這裡 我大致的年代是在什麼地方 然後比方說我現在認為牠可能是三十百年 然後我現在可能認為牠是推測牠是三十百年 那可是在比方說在其他地方 牠出的牠可能是七八百年的東西 或是牠可能更賬 我說那些東西你要去比較或是怎樣 當然我們需要對考古資料有一個熟悉度 當然現在已經有人 也有一些考古包友附帶的會提到一些東西 這個要理 可是就是說你要針對這個做法 就像陳旺祖的做法牠是比較單純 因為我們一直說牠不做考古牠很生氣 就是拿著牠去做實驗室 可是牠都說我要我要做釣紗這樣 牠都覺得受傷 那這個步驟我們不能說那 因為牠是我們的招勤人 而重點就是說牠其實這個做法也行得通 就是說牠拿這個器物 牠去分析銅的成分 或是鐵器牠去分析鐵的成分 這也是一個做法 就是說牠從現在能夠掌握到的資料 然後針對某些主題牠去做成分分析 這也是一個做法 也是一個做法 從那做法就是說 所以就變成你的設定題目 你要從你能夠掌握的小題目先慢慢做 那當然你終究有個終究關卡 可是這個終究關卡也許不是現在 像當同老師問的那個叫大宅問 很難回答 可是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累積 就是說少讓牠清晰 可是現在就是說有些東西 我們需要再去累積資料讓牠清除化 然後那累積資料過程當中就說 也許王者幾天你去從老外那邊騙到手 然後去做分析 這我已經騙不到 因為牠可能不夠美麗的 牠就不讓我們考 那我用錢利用牠牠也不要 那牠有一個小酸在旁邊說 我也沒辦法吸引牠 那這個東西就是沒有辦法 可是那如果說假設我現在可以用到這個 然後我去做成分分析 然後我去跟其他椅子的成分 做出來的成分分析去比對 這是一個做法 那這個比對 因為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牠可能的一些 製作上的一些線索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如果挖到這個 我們都很喜歡去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也不是說好像我們很科學也不是 可是牠至少可以反映說欸 這個青銅 比方說大家知不知道在原上文化裡面 有出的青銅 青銅、醋 不知道的兩千多年在北部的台灣出的 在土城交流到那邊下去 有土地廣山出的青銅 陳忠玉先生他做了年代測定 做了成分分析 所以牠那個成分分析就是辦法 比方說誰誰誰正幾發幾發 那個就會是一個關鍵 那比方說在大公刊椅子也出了一個 洋溢型的青銅、醋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在原上文化產 據點兩、三千年 可是牠我懷疑是從對岸拿過來的 不是做的 因為形勢我比對過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說 可是牠只出了那一間 台灣沒有所謂的青銅時代 可是就是說你今天要去看這些東西 這些小玩意兒 牠怎麼樣出現在這些脈絡裡面 你必須要先去了解牠跟誰一起出來的 牠在辦出的是10年 然後我們才能去推 牠已經在打哈欠 就是有可能的年代 然後再去看看牠是這邊坐的 還是外面來 然後再從形勢再去推 那個同學 你有沒有要說說看 以你跟家裡來講好 你們如果 你能夠想像 你會回舊文樂 牠牽起了好幾個路線 回去舊社 就是自己開始組一個團隊 坐在我們裡面去嗎 目前是有看到部落的青銘有在做舊社的部落的地圖 對 就是已經有人在做 就是那個莊家他們就是 把助理他們的家族已經有在造成青銘在這裡 還有沒有什麼法或是 有沒有一個考古問題 有沒有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是台灣大學的類似 你就是這個 這個麵包超人的童林啊 在吉武蘭也有出 哪個是麵包超人這邊嗎 童林就在 往這個這 在小寶寶這個這 對 他很像麵包超人那個 在吉武蘭也有出 紅豆超人的紅豆麵包 對對對 那吉武蘭他們沒有其他的青銅器 或是很少 他們比較喜歡豬子 馬腦豬 玻璃豬 可是就是這個 這個很像對不對 對 跟他一模一樣 不知道還有什麼 其他地方在這個時期也是 這個童林是在台灣 你那也是上文化成的嗎 上文化成 所以年代是差不多可以的 對 他是不是 那個時候在台灣都很流行 這種麵包超人的童林 不是 我覺得懷疑 這類的東西應該有個貿易的來源 他不是各個部落桌 各個地點桌 所以他應該有個交易的對象 誰來做 所以這個比方說 這個一般的老花 我沒辦法再騙他了 所以假設你那邊做了一個成分 然後他在那邊做了 陳老師的那邊做 然後這邊可以做 我們就可以去比對 除了氣型的那個 還可以從裡面的成分 然後再去做 所以其實考古 就是說你一個東西 就可以變出很多話 我就說一餓不死就對了 我說餓我都可以 我寫很多這樣子 我就一邊 喔 你那麼爽 幹嘛 這是 這是這樣子那樣子 然後就是可以 談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 所以那個江老師在那邊 他人很好 就是那個未來的 那個 就是那個轉短褲的那個 那不是短褲 就是穿的氣氛褲的那位 那個學妹 你們可以去 待會兒 可以都不要理我 一定要去發解他 你要進那個戲 來到人類學戲 博士潘目前還在招生衝 所以碰到這個老師 一定要去聽他的歌 大概是這樣 所以已經想家了嘛 還是 差不多了 還是等一下還要再去做 剩沒幾天嘛 再去補作一下 最後一碗 差不多了 我不想問 因為剛剛我看到那個 那個樹上面不是有一個彎嗎 那個習慣 因為台灣族不是他有那個內障 就是障在那個 自己家裡面的這種習慣 那他既然在那邊的話 那是不是也會有一些見人的一些 遺跡在那個地方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懷疑他不是台灣人 就是那個長方形容 看起來是戶外 對 就是對 沒錯 就是剛剛講的 講到這個 就懷疑是台灣話的 北韓族南跟智北的 北韓族 剛剛那次你問的嗎 說沒有嗎 那就是那個東西 然後因為周邊沒有看到 明顯的聚貨的格局 那其實我們在旁邊調查 我看到一堆一堆的 那一堆一堆的 他們都說那個感覺是墓障冬 就當地人都是會禁忌不去碰他的 所以我在懷疑 法國那邊有個墓障區 所以他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還要再做調查 他可能反映出來是一個 墓障指導力 就是墓地 他不是一個在住屋裡面是墓障 所以他不僅障視不同 而且他反映出來對墓障 就跟死者的人有關係 就是說如果是資本這邊過來的話 他應該也是室內障 他在1930年代之後 是墓障的日本人要求的公共目的 可是就說三四百年的狀態 就是什麼 假設是三四百或是更糟 不清楚 就是說這個只是傳說 所以我才說是不是資本的 我不敢講 只是說剛好這些長方形的官方 都落在資本的 這個頭目的私立放裡面 然後這個東西還要需要再做 只是就是說我覺得 就是說他跟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 排灣的這些舊社稿 這種舊社的 呈現出來的那個官的埋葬方式 跟家屋的那個關係 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雖然縣索很少 可是埋葬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在懷疑也許有兩支不同的東西 那這兩支東西究竟是什麼 這邊我比較可以確定 可能跟排灣有分 那這邊我是最近才在懷疑 可能跟就剛剛講的那個 對 男的那邊有 可是這還有在此 可是像那個地方 他的整個地質上面 就是這種沙土 還是他本身那個 就是他的食材 只會在那裡出發 還是說他是被搬運到那裡 欸 你剛剛都一直不在嗎 我還問我沒有 我怎麼問 你剛剛一直在嗎 還是你的心思跑到去哪裡 你剛剛是我在講的時候 你又想你的阿娜大人 我不是 就是說他這邊都找得到 沒有沙鹽的食材 欸 有啊 就是這邊找得到 有 就是當地就有這種食材 你是問這個 你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我是剛剛那聽你講 那是看到那個照片 所以他感覺好像有點太像 你說那個石頭不是沙鹽 還是什麼 對 就是感覺他看得到 然後那個沙鹽好像對不起來了 喔喔 因為那沙鹽會 他會去打動有沒有 打成他要的形狀嘛 那打成他要的形狀是不是一塊一塊扁扁的 扁扁的 一塊一塊的形狀 然後再去拼成他要的形狀 或是交互就是跌高高嘛 那如果是石板的話 他就是兩個側板嘛 兩個端板嘛 他要不要底板還有都沒有嘛 對不對 可是一定要有個蓋子 沒辦法我等你跑在裡面沒有蓋起來 我根本被石的不進嘛 蓋板一定要就是這樣 這樣子 我不是問那個問題 我是問說我看那個石頭的硬度 跟那個沙那個環境 喔沙土 你說土跟石頭 土跟那個石頭 喔喔不是啦 那個不一樣啦 就是那個沙子喔 沙子你知道嗎 沙子就是石頭風貌變沙子嘛 對我知道 沙子在經過一些有的沒有的在變質成為石頭 然後就是這樣 他說你說沙跟那個石頭不一樣 感覺好像不是在那個地方 就是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觀音山那邊 你起觀音山石他被搬運到 他是沙鹽沒錯 他是沙鹽沒錯 因為這個我們確認過 他那邊就是都是沙鹽 然後他在那邊粗漏出來的那個鹽潭 也是沙鹽 這個我可以確認 只是說他跟沙子 就是那個他當中風貌出來 可是是不是他去怎樣 或是他有的時候會動來動去嘛 會崩潰或怎樣 可是那個沙野都還是沙子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做過 兩邊粗漏不來講 可是那邊的岩盤是沙鹽沒錯 不是其他的材質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這樣子 我們需要一個一個我們別的出了 對 這樣子 觀眾朋友一起到 比較好 那我們就今天這場到這邊 那這也是台道圓民中心這個學期系列演講的第二場 歡迎大家在4月30號 我們有第三場是找請了一個掃瞄 他的姓我是不會念 就是九分樂分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COPIT的一個傳師 那我特別找請他來 是因為這個原來是一個男性的同種 那他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他也有這個能力學習這個COPIT 那他在文化傳承上又變了原來的性別分工 又實際上傳承了這個記憶 跟記憶相關的一些表達 所要表達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情況 所以非常歡迎 4月30號晚上 仍然在廁所這天 我們會進進這一場 另外就是說 我們下學期會有文化資產 文化部的文化資產法 作為一個主題來談不同部落 已經有一些申請成功的 那他在執行上怎麼樣執行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系列 都會每一個場都會找一個是地方上的人 參與的申請跟實施的人執行的人 另外會是學界的或是官方的 都會找兩個的長對談 然後我們應該目前預計是9月初 9月我們會辦一場公共論壇 我們開始會增加公共論壇的形式 那9月的話 我們會配合文化資產法的這個辦法 我們會也有一個先用一個功能 然後再一場一場 因為我希望可以比較細的討論 那我們如果我們做得好的話 我們6月份可能會有一場公共論壇 是跟土地這個議題相關的 因為台大實際上是在這裡面 是有一個角色的 那目前還在安排 因為很多人在討論這個題目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做得要跟人家不一樣 有一個否則我們不需要重複做這樣一個題目 所以目前這個還在 還不確定9月份的 下一節的活動是非常確定的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 歡迎上我們的臉書 那給我們寫意見說我們應該做什麼主題 我們也可以開始規劃明年的 好 那就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